大家好,歡迎大家來到今晚的哲學情人 我是今晚你們的節目主持 嚴鎮邦,他是我的助手 Mao,Blu 大家好,我們有今晚的 不好意思,各位觀眾,有一點見上問題 看來音樂情人,折下情人的風格不太好 我們做了自己 國際的,雙大懲罰 我們不應該高高 高分知識,對三個觀眾有一點 好了,我們今天的節目主持是嚴鎮邦 我們今天做了上次我們的老朋友 朱文 上次不好意思,他只剩下半邊面,收了很多 很醜 我的朋友,是誰呢 我應該怎樣介紹一下 你怎樣介紹一下 我叫洪欣,我也有尋找的 我寫哪篇,你們可以自己研究一下 博索一下,不過很難找的 你可以慢慢找一下 因為通常,尺寸比較小的人很難看 他出名是尺寸比較小 有自身高 我寫哪篇都會難 每天都找到 每天都找到 難得找到你出來 好,不要掛著看 是的,我們上禮拜 最後就over1到11點多 都接不完 都接不完所有的聽眾留言 想不到這麼熱烈 真是多謝上禮拜的聽眾 我們今天星期再開台 希望大家覺得我們這次會更好看 更好聽一點 上禮拜我可以說一些哲何 topic 有些是留了尾巴 叫大家回家反省一下 雖然這些網絡熱潮很快就通過了 但是脂肪問題是仍然存在的 就是上次中大精英的問題 是的 究竟為什麼他說 只是某些是精英才可以吃那個burger 就是歧視呢 是的 其中我們提到就是 有很多東西其實都會按一些條件 或者一些能力去做篩選 去決定他可不可以吃那個東西 或者拿那個份工 或者得到那個資源 但是為什麼那些又不是歧視呢 是的 所以我們這次就要從這個題目開始 之後又會封印 是的 不過我在這個時候 都給大家移一下身 讓大家知道一下 我們究竟怎樣可以封印到的 記住 去我們很清明圖路室的這個page inbox message 留下你們的電話號碼 包括世界各地 哪個都可以的 沒有所謂 上個星期都有一個心理室 折黑 是的 折黑的朋友就留我的message 因為我們沒有問題 任何地方再給我們 多個電話號碼 就打給你了 我們會再message你通知 告訴你我們會打電話給你 所以你有什麼問題 儘管inbox我們 再大概說你想問什麼問題 我們就會盡快聯絡你們 是的 好的 上星期講到紅衣星之後 上星期講到這件事 有沒有跟到我們 recap一下 好 有一件就是 香港中文大學 某一書院 裡面有一間餐廳 上星期播出了一宗新聞 為什麼會發現是社會實驗 那個新聞是什麼 就是講 有一些餐 原來叫做中大精英餐 就是只有某一些科 即他們叫做神科 其實才可以吃的 其他人不能買的 甚至答一個讀過那些神科的朋友買 都會被拒絕的 當天我就收了很多朋友的來信 問我有沒有搞錯 我那課都不是神科 他們說中大AFA 就是讀中大精算 那課都不是神科 那麼好 自學是不是 自學也是 自學也是 對 所以他們有一定賺點餐給我們的 那些就沒有說 就沒有出現 我們這麼多pickmitch 不好意思說 因為其實是特權階級 正常是否特權階級 都說自己沒有敵權的 我們一定這樣說 沒有理由問我們 就是承認的 傻子才承認的 是的 於是很多人就罵了 就說 喂不是吧 好比是歧視 但問題是 為什麼是歧視 因為很難就麻木拒絕 譬如你買一些 看起碼學生票 都平一些 是的 都是有特價的 針對你某一個性 有某一些特質 於是某一些特別的東西 就給一些 好玩會處理 其實是很合理的 很多情況還有其他 譬如說 你只要找工作才算 他也是按照你某些 聖位能力 來給你工作 他們是應徵打字元的 你打字每分鐘 可以打倉件 每分鐘打三八字 那就請你了 雖然有句太快不好的 搞到F5 即其他的keyword 就要壞了 正常正確 是的 你整個keyword 真的很煩 但正常來的意思是 你打一放就搶你 他覺得按你某一些 能力 性特 特徵 你決定 給不給某些優惠 你 為何我們這次 因為他讀某些科學 而給他一些優惠 或者給他一些權力 就不行呢 就是歧視 還有很多例子 就是有些很explicit的 提到他的要求 例如警察 他的身高 空姐的身高要求 難道我是矮的 我只是看著你 只是不是說你 不是 你能看見他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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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有些比較矮的人 難道他去告政府 或是告人 才會歧視我 坦白 先說一句 就是洪一應該答到 空姐的身高標準 是嗎 但是空少不矮 空姐肯定答到嗎 看過 感到心笑 就不肯定 我就沒有辦法跟進 這個 雖然我坐下了 但其實下身是很高的 大家這次未必看得到 有機會我站起來 給大家看看 沒有想像中那麼矮 不要不開心 那這點是歧視 空姐怎麼看呢 其實你這件事 我覺得這個 是有趣的 因為我們經常會覺得 一些歧視是 例如香港你會覺得 是自由市場 大家出來做生意 他做餐廳去賣食 你買我賣 我們會覺得 好像他喜歡賣給誰吃 就賣給誰吃 但其實也不是這樣 在香港 例如你說的士 他不喜歡接你過海 你會覺得他拒載 你會覺得 就算你做生意也好 就算不是什麼特別 香港自由市場也好 你都好像是有些 虧限 你不可以說 我見你不喜歡 見到村民這樣 不喜歡做你的生意 不行的 坐垃圈去玩沙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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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說什麼 我先給他 有錢 有錢也多一點 這裏新的特色很重要 雄欣就是出名 身高 下身高 上身就不高 但專門出名 不是高的問題 下身比較闊 上身也比較闊 這裏 所以怕坐垃圈的沙發 有錢也比較爽 我會覺得 如果你在車司機 看到一個下身比較闊的乘客 有機會呢 有機會令到你的的士 你的車的座位 受到磨屍 磨屍 磨屍 就等於統治的人 穿一條粗粗的牛仔褲 你都想他穿他一樣 對 那你有沒有權勢 那鴻欣就似乎覺得 這些位置是否 所以就是說 就算我們香港很重視這些 所謂的市場自由 但都會覺得 不是每次都可以的 就是有些限制的 就是有些事情要想 你當你想買東西也好 你都不可以說你喜歡 給誰 我覺得這個本來是一個 其實大家都有這個意識的 但是 究竟為什麼呢 這個就未必 之前未必講得很清楚 但是 所以為什麼大家看到這件事 有這麼大的反應 就是因為 我們其實知道是有些問題的 如果我們這樣做 那你自己有沒有想法 就是 就是 同一剛才我們嘗試重整整個討論 就是 似乎我們認同 有些時候可以按照 某一個人的某些特徵 而給一些權力 或優惠他 但是有些時候 那是否任何時候 又似乎不是 我同一剛才的說法 就是 即使香港這麼重視 自由市場 的這個社會 都似乎我們又不可以完全 因為他舉例 賺錢 就容許你按照任何 可以使得我們最大化我們的利潤的 任何設定 去隨便決定哪個乘客 可以在 可以不在 即使譬如 諸文下心沒有闊 但是如果 即使司機 因為他下心沒有闊 而不在 鴻英的說法就是 其蛇 好了 但是跟著於是 哲學問題就來了 如果大家 有些人當然可以反對 就覺得 不是的 其實是應該容許的 所有自由設罪 即是真正的自由 即是真正的自由 是應該沒有人反對的 這是其中一個可能的理解 但是如果大家認同 這個說法就是 我們有些時候是容許的 但有些時候是不容許的話 我們就要問一個問題 就是 究竟何時容許 何時不容許 那條界 是怎樣決定 究竟有些什麼標準 事實達到那個標準的時候 這件事就可以 按照那個人的特徵 給他那些權力 或者優惠 但在另一個時候 就不可以這樣做 你這樣做就叫做歧視 於是這個問題就是 歧視的本質 是怎樣 怎樣才使得一個行為 是一個歧視的行為 好了 那你有沒有想法呢 我覺得可以先由一些 我們覺得 即剛才我們說這些 是探討差別待遇 我們對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差別 有些我給他做生意 有些我不讓他過來買東西 這個是差別的待遇 有些我們很明顯知道是不對的 有些我們很明顯知道是可以的 例如剛才你說那些 你見公 他寫明了要求 你不符合要求 我們覺得 我真的自己不達標 我自己不打字望快 或者那個高行不做了空笑 但我想插一句 寫明不是有關事 寫不寫明是沒有問題的 就算是寫明我 只是請白人的 都不行 你不會因為他寫明了 就可以了 寫明不寫明 不會影響那個行為 是不是一個歧視 我想加一個pondack 所以我覺得現在我們很明確 就是有些差別待遇是容許 有些很明確就是不容許 我們可以試一下想一下 為什麼那些可以 看看那些可以的 那類的情況 有沒有什麼特徵 可以放在這一次的 中大精英餐這個位置 我們可以看回 那些擺明不得的情況 有沒有一些特徵 可以放進去 我們就可能可以 用這個來想到 為什麼我們這麼大的反應 那你有沒有一些初陪的想法 我覺得例如你 都幾明確的 例如剛才說那些 你平時去建工 那他的職業要求 是要求那些事情 那有很多是合理的要求 那例如 新高不說 但是 沒有啦 就是 崩口仁記崩口管 要控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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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提多你就習慣了 真的嗎 這樣說 是不是 我爆了 專門的崩口仁記崩口管 也有很多事情 因為 幫我一下 因為 因為他幾個 幾個 他的新高 他沒有分開上下的新計 我覺得對我 是不公平的 就是他加上了計 但是他沒有 對 我看到我兩個 壓的那些計 或者考慮腳長 不行 考到整隻 是什麼來的 其實腳很短 整身可以的 或者食熱這樣 趴著腳很短 我們繼續 有什麼office 有問題 office 沒有問題 你先說 例如消防 你體能要好 你要出入火場 你一定要有這麼長的體能 我們不會覺得 如果你的體能不達標 你去報消防 他不收你 你不會說他歧視 這個是合理的差別待遇 不行的差別待遇 例如是 大家經常說 你去見工 見你是女性 明明所有學歷各方面都達標 但他都是因為 可能他不知為何 見到你是女性 於是就不要你了 叫你回到消息 這些擺明是不行的 背後有什麼原因呢 這個對照就可以見到 就是 那個差別待遇 如果是真的和他的工作需要 或者和他做生意也好 他提供服務也好 和他本身是 是直接影響工作表現的 我們是覺得是沒有問題的 但如果是純粹因為一些 額外的原因 例如他是不是女性 當然有些工作可能是要女性 但如果那份工作 是本身和性命沒有關係 可能和他是不是 例如有子女沒有關係 是他和他膚色沒有關係 你將這個條件加進去 這個我們當然是歧視 所以用你的講法 我中後一次是不是真的 如果我的語言就是 一個特徵 可不可以被用來 去區別你有沒有權利 或者特位呢 因為是和他的例 那樣特徵呢 和那個工作位 那個考慮的問題 相不相關 是有關的 即是有幾相關 譬如剛才的說法 如果你是消防員 因為你的task 是救火 你就是救火 自然你要有救火的能力 譬如你有足夠體能 就是其他相關的這個考慮 所以一個就不是其事 但反過來 如果你是空少 可能身高是不關事的 舉個例解釋 工作是完全不相關的 於是你用因為某個人不夠高 或者下身夠高 就是上身不夠高 而不讓他做過份工 那就是其事 和他不相關的考慮 即是其實有關 因為會不夠高 就有很多個 限比價 我應該摸不到 你摸不到 你摸不到 踩上椅子 踩上椅子好一點 但我只想要怎樣 但我踩上椅子不會好一點 因為我怕他頂到頭 或者怕我難退 那你不懂得頭 那你不懂得頭 你不懂得頭 因為我不踩太多水 因為我不明白關什麼事 所以相關的考慮 我估計 回到剛才那個中大偵差的問題 其實相不相關呢 究竟讀神科 和他有沒有吃那個Burger 相不相關呢 這個可能有一點點不同 就是因為我剛才說的 是建工 建工就是你想人家給你一份工作 那他給你一份工作 那他在想你的工作 和他工作要求 關不回事 但是 吃東西那裏 我們是戶客 那裏有一點點分別 但是這個分別 就不會影響我們剛才那個思路 因為你去吃東西 如果他純粹見你 可能你是客人 他收貴一點 那這個同樣也是其次的 我們都很明確知道 所以同樣的邏輯 都可以放進去 就是如果你去消費 或者你去光顧他 然後他提供服務給你 提供產品給你 他提供的成本一樣 你又不會阻礙到他 有額外的成本要他付出 那他都不應該收貴 所以同樣的邏輯都可以 但是那兩個學生產品 都不應該 學生都是作為客人 都不會有額外的成本的 這個個案 現在就是學生和成人的分別 現在就是他 現在就是這類個案 他在探索中 究竟他如果我們收貴的學生 會不會對成人是歧視呢 對 因為成人是失利的 是 是 那這個你覺得如何 我原本想 我回答我的朋友 有朋友正確地問我 那學生一會 為什麼要得到呢 我的想法就是這樣 因為學生的消費率 本質上是低一點的 因為學生是全職學生 一般來說 所以他是沒有收入的 所以我們就著不同人的 有不同的收入 於是他們有不同的 用經濟的方法 有不同的需求福視 於是他們應該 價格的確定當然是按照 供求 於是他們有不同的 另一個價格 是相對合理的 因為是relevant的 這個價格的決定 是由供和求決定 在自由市場 起碼 而因為學生這個群體 是本質上 是相對很相對 於是他們應該有一個 不同的價格 起碼不是應該 說容海他們有一個 不同的價格 去買的 這是一個相關的因素 所以這樣就不構成其事 當然有機會有機會會構成 但是起碼在這個利益下 構成其事 真的小了很多 所以現在暫時的結論就是 什麼時候構成其事 就是看看他 那樣東西 是不是relevant to他要分配人的資源 或者他之後要做的那份工作 看來是ok的 暫時是這樣 但其實還有一些問題 我們下一次再做 即是間場的時候 再做一段時間 至少有一些 因為我們現在 因為我們現在 太多讀者 觀眾已經忍不住 我們又爆了inbox 幸好inbox不算錢 inbox 就是inbox 是sms 也不算的 即是頓上前台 對 都是facebook台 對 如果不是用 如果不是用 即是搜射 我們用inbox 你們這些東西 我不是很聽的 我要回去檢查 我也沒有說call機 不是 call 你有沒有聽過 你打回來 打回來 我以為 我不知道以前用其他 自古以來都用whatsapp 不,自古以來都用whatsapp 不過以前的whatsapp 是你只能去叮叮叮叮叮叮的 哦 好了 我們現在用現代whatsapp 就用電話 先打給第一位慶眾 好嗎 好了 第一位慶眾請聽電話 Hello 嗨 聽不到你說話 聽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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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很聽到 現在聽不到 喂 喂 聽不清楚 呃 ok ok 好 因為上個星期 音響是一般的 我們 然後我們今個星期 就已經痛定是痛 就走了 對呀直播的時候 我們特意已經添置了 大概兩百萬多的裝置 我們不知怎樣還 所以希望是有 加泰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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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萬 還有500個無線米 現在的問題是 不知道效果是否好了 後果 可以聽到 但現在不是很清晰 不是很清晰 叫他加泰賺了 叫他加泰賺了 我們說慢一點 看看 或者說得 咬字清楚一點 看看會不會好一點 那你怎樣稱呼 對呀 OK 你怎樣稱呼 稱呼 稱呼 叫我文青 文青 文青 你問是否要有些事處理 其實 我只要是想說一個 自殺的問題 自殺和人生意 是不是其他觀眾會聽不到 現在 等等 等一下文青 sorry 因為我們的工作人員 就說有些少許技術故障 可能收音 可以了 可以了 好 請說自殺問題 文青 說吧 你的問題是 我繼續說 就是 自家有很多不同的學生 都會選擇自殺 是 從普通人的角度 就覺得自殺是一個 negative的東西 但其實我想說 就是在他們的角度 我想是 每個人的自我 其實都有權去自殺自己 成為什麼 為什麼 這個問題就是 就是 他最后 他選擇了自殺 是 其實這件事 是一個好人 在這件事 其實是否有問題 在本質上 是 好 所以你的問題就是 究竟自殺 我們經常覺得 好像很有問題 其實 是不是真的有問題 因為人似乎 應該有權 你會覺得 有權決定自己 成為什麼人 變成怎樣 所以選擇自殺 也是其中一個選擇 或者 他最後 決定有自殺 明白 或者 我 很快地說一個點 就是 因為社會 現在很多學生自殺 我們說 有問題 其實 很多時候 不是說學生有問題 是說社會 為什麼會做到這麼多人自殺 讓人自殺 所以其實 因為你可以想像 一個自殺的人 其實應該是覺得 生活很痛苦的 就是他上學 要做GSA 要做很多事情 然後找不到出路 買不到樓之類 令到他要去自殺 所以當我們說 看到一些新聞 很多人說 為什麼會這樣的時候 其實 不是說學生有問題的 很多時候 很多時候是說 社會 為什麼會做到這麼多痛苦 給那些自殺的人 令到他要去自殺 我第一個想來清醒的事 你怕得到我的點 文青 我怕得到 我怕得到 但是 現在就是 社會 但是為什麼會這樣 為什麼會 以前的人 我不知道 但是 為什麼現在社會的人 其實 為什麼會這麼多人自殺 這個 不奇怪 很奇怪 但是 我現在先來清幾個問題 先 好嗎 因為有分兩個level 第一個level 就是 文青第一條問題 就是說 我們似乎覺得 自殺有些問題 然後第二條問題 就是問 諸雲來清 待會再討論 第二條問題就是 好了 現在為什麼自殺 不要理會有沒有問題 才算 社會有什麼原因 會使得 有這麼多人自殺 因為第二個問題 是什麼 其實我想再釐清的就是 其實自殺這件事 就是 那個人本身是覺得 就是 他的生存是完全沒有意義 是 就是 我前撇了這件事 是 其實他的自殺 就是 是不是一個 叫做道德上也好 或者 這件事是對還是錯 是 其實是那個人自己決定自己去自殺 明白 你明白嗎 我明白嗎 我明白嗎 不如我試一下回應一下 因為我剛剛之前 和其他朋友 剛剛討論這個問題 看看雄欣 或者諸雲 有什麼再補充 我覺得有兩個問題在這裡 第一個問題是問 究竟 學童 或者我們一般人 有沒有權自殺 嗯 因為如果有權的話 是 他這樣做 起碼他要這樣做的時候 你不應該說 就是 起碼是他有權這樣做 這個有一個討論在這裡 一般人會覺得生命是屬於自己的 如果生命是屬於自己的話 就照著我們有權決定 我要不要我的命 就正如如果 譬如說 這部電腦是屬於我的 我自然就有權 怎樣才是屬於我 就是我有權決定 我現在想扔壞他 扔壞他 是吧 就是石凌峰坐出道扔結他 也有一個結他 是他的 不過問題是因為很多時候 結他不是他的 而且沒有插電 是啊 只有一條線在那裏 那些凌空 乖乖乖結他 那些就有問題了 所以意思是 如果有權的話 我擁有他的話 只會有權決定我怎樣用他 甚至不要他 所以 有可能就會覺得 生命如果是屬於一個學庭的話 或者是一個成人 如果 甚至不需要沒有意義 如果這樣說 就算有意義也好 他屬於他的 他有權的 所以他就有意義 他只要決定了 我們就應該容許他自殺 嗯 這個就是很普通 是 好了 可以談 有很多人覺得不行 但是有權去自殺的時候 應該會覺得 這是一個社會問題 好了 所以這時候 還有第二個問題 就是 好了 我先假設有權 有權的時候 但我們都認為是一個鐵 沒錯 的確我都 以這個是一個社會問題 是啊 人事學上的問題 可以改變 對 所以我 所以我的回應是這樣的 就是 我姑且就當了是有權 先 因為其實有些是 究竟是沒有權的 有些原因 不過我就免得太長討論 他是否沒有權 當有權先 好嗎 好了 如果當有權 問題是 就算我們有權了 這件事 不等於 我們不可以說 他們要行使他們的權 的時候 是不致的 是我們不等於 我們不可以批評 他行使他的權利 因為 他可以建基於錯的原因 而做我的決定 舉個例子 他因為覺得自己 生命是沒有希望的 或者不會有機會快樂 於是就自殺 那麼他有沒有權 如果有的話 自然他們可以這樣做 或容許他這樣做 但不代表 他是其實建基於一個 對的原因 可能是誤會了 其實可能根本就是 這個失戀 就是一個醉了長的 一年 之後還會發生 那麼他見到一個 錯的原因 去做了決定 的時候 我們仍然可以說 他是一個不致的決定 所以很多時候 我們會說 他是有問題 問題是在於 他是基於一些 錯 或不合理的原因 而去做了一個決定 那麼這個時候 就是他有權這樣做 但是我們仍然覺得 其實他是做錯決定的 所以我們講到兩個問題 就是有沒有權 可以給你有 但是不等於我們 不可以批評他 或者他做錯決定 所以如果是這樣的話 如果這樣講 就會自然社會 會覺得這件事是一個問題 或者我舉個例子 就是有權的東西 不代表一定是對的 例如譬如 我合法地擁有了一幅明畫 我有權擁有他的 但是我之後就破壞了他 可能是很漂亮的 蒙羅麗莎 他買了 然後他就不懂得跟上他 覺得沒有價值 然後就破壞了他 他當然有權這樣做 因為他買了他 但是不代表他這個行為是沒有錯 可能生命一樣 你有權擁有你的生命 但是你自殺破壞了生命 那些人可能會覺得你是出於錯的理由 破壞了一些東西 破壞了一些本來有價值的東西 令到這個行為是有問題 即使他是有權的 那我可能再去考慮那一條問題 那最後一條就是 好啊 其實這個不是一個不恥的決定 其實是好處觀用 即是一個不正常 即是在我們這些不想自殺的人的角度 那當然不恥 因為新聞有很多 可能有很多意義 但在他的角度 其實這個自殺這件事 可能是他最好的選擇 那如果作為我們這班人 應該怎樣用一個 即是用哲學 或者用理性 怎樣都可以告訴他們 其實自殺是不好的 即是你沒有跟我說的 明白啊 即是洪欣有看法 我有看法 其實我有看法 是的 我的看法是這樣的 我的看法是 我先重整文青的問題 即是等大家聽眾都跟得到 剛才文青的問題應該是這樣 就是說 喂 照計呢 他可以不治 但不是不治似乎是主觀的 但我們又不是他 那我們為什麼可以說他不治呢 作為愛人 是嗎 是的 我的回應就是這樣的 就是 其實不治有事 未必是這麼主觀的 嗯 因為呢 我假設 我假設沒有一些 很universal的理由才算 但我仍然可以舉個例 可以見激於他有沒有想錯的 譬如舉個例 他認為呢 舉個例 我現在是頸殼 然後呢 我看到前面有一壺 我已知 是一個汽油來的 然後呢 於是我就覺得汽油可以加好 我就喝了 好了 你可以以為 某個角度來說 他自己的自成家的理路 但是就算是外人來說 你可以說他 達不到自己的目標 因為他想解渴 他竟然有什麼理由 就是你可以用回他 內嘴他的那個想法呢 去設一個標準 去衡量回究竟他的想法呢 按他自己設一個標準 是否一個好的理由 或者是否一個合理的想法 所以呢 譬如舉個例 剛才我用了學童自殺的例子 可能有很多學童是因為這樣 覺得壓力很大 而且覺得呢 這個壓力是不會完的 而他呢 就不想要任何壓力 於是他就自殺 但是你可以按照他自己的標準就是 譬如他 他為何要自殺 他的目標就是想不要壓力的嘛 嗯 而且覺得自殺是唯一的方法嘛 但是我的機會其實他想錯了 就是其實有其他方法呢 是可以利落沒有壓力的 不一定要用這個方法 這個不是唯一的方法來的 那用回他自己的標準呢 他也達不到自己的目標 或者他也會想錯了 在這個意下 就不需要用一些外人的所謂理由去評論他 是用回他自己的理由呢 都可以顯示到他不止 是啊 就是我們沒有預設了一些 所謂客觀而普遍的價值 就是如果用喝汽油和喝酒的例子 就是我們沒有預設他一定要喝水解學的 但是按回他想喝水 解學 就是內在於他自己的一些目標 去講他是不止的 所以當我們說一個不止的人 不一定要設一個 完全客觀的目標給那些學童 就是如果用回自殺可以說 可能有些學童是覺得 他很想做一個畫家的 在香港 OK 然後沒有問題的 就是人生有什麼意義沒有問題的 他決定的 他設定了他想做畫家 但是他以為他這輩子都一定沒有可能做到 那可能turn out 原來香港也有可能做到一個畫家 那他自殺便是不止的 就是都是內在於他設了什麼目標給他 而去講他是不止還是明智 嗯 好 可以嗎 大概是這樣 我希望我們都起碼要理清 這些問題 雖然中間全部都是在討論的 譬如有沒有權自殺 全部都是在討論的 不如這樣先 因為我們又有人排隊 但是希望你不覺得 我常常都不拍 多謝你 應該是很便宜的 都起碼要理清 下次再打過來 如果想要follow up 好 好 謝謝大家 拜拜 拜拜 加油 謝謝 謝謝 那 好耶 那就講一講 希望大家都跟我們討論 我們希望 今集我們檢查過 一遍我們要做節目 除了專門只有半個面堂 半個視頻入鏡之外 另外就是有些聽眾說 我們講得太快 我們希望今次 一方面就是徐疾有止 要快的快 要慢的時候慢 同一個時間 不用急 最緊要快 對 這句話不要說 這句話其實很合理 急是有心態 快 是有下根的描述 對 所以你不要有那個 這麼心急 心急 你不會說人急 人急有的 看就看一些 看心 對 心的問題 心不想的 但麻煩你的身體繼續move OK 所以我們希望 隨疾有志 注意一點跟蹤 第二就是 希望我們 讓我們來回答一下 知道那個討論去到哪裏 讓大家容易解釋 是 好 我們打 是不是還有第二個 第二個聽眾又來了 很緊張 其實 回答一下 現在正在響 其實每次聽到話很緊張 你怕是不知道誰 是的 打來吃 還不吃飯 在搞這些事情 說什麼 說說說 聽到嗎 欸 斷了 Hello 在嗎 聽到嗎 在 在 在 你好 你聽到你的話嗎 聽到 厲害 你叫什麼名字 melody melody 你耳朵很長嗎 有沒有嘴 有沒有嘴 沒有嘴 melody沒有嘴嗎 有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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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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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有沒有嘴 你有什麼說話 沒有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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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lody有嘴 你不要混亂 貓和肚子是兩種生物 對不起 我搞錯了Hello Kitty Hello Kitty後來也有嘴 因為她拍動畫 不好意思 拍動畫 不說話又不行 但是說話又不動 嘴巴很怪 觀眾投訴 所以畫了嘴巴 對 沒有嘴巴 沒有嘴巴 Melody 抱歉 有什麼問題 想問我們 或者想討論 一起聊 我想問問 為什麼人對你這些人 要有追求呢 嗯 對 為什麼你會問這個問題 純粹想好奇 你是不是喜歡藝術那些 不 為什麼 其實純粹喜歡英俊 啊 美女啊 不知道為什麼自己喜歡 唐星 不是 不是 但是為什麼你會有這個疑惑 但是照鏡的時候純粹覺得自己漂亮 為什麼我這麼喜歡自己呢 我認識一個朋友 照鏡會說為什麼你的肌肉這麼完美 為什麼 那為什麼呢 請問聊聊這兩句 沒有啊 我是跟其他東西 不同的其他東西都可以解釋到 有時候我們的行為可以用這個 公理主義去解釋 哇 公理主義的意思是什麼 你用這個字 譬如我們珠珊 因為我們要生活的類似 所以 所以美的追求你覺得 對 我覺得這件事好像 跟我們的生存好像沒有關係 明白 當然就是 我們怎麼解釋這個行為呢 就是我們可以找到為什麼他們對我們的生存有利 那就解釋到為什麼我們會做的事情 但是似乎對美的追求 是對生存的關係 跟生存是沒有什麼關係的 好像沒有助於我們生存 那為什麼我們 作為一種 以求生為目標的動物 會竟然追求美呢 問題是這個 嗯 有沒有看法 這個也是一個問題來的 你想想 香港人這麼現實 但是你都會 逢是有阿巴掃那些 都會去襯虛 那為什麼 你這樣 是啊 但是他們不是追求美 我覺得 你誤會了 香港人的 這個去阿巴掃 或者什麼北加索尼 去看的 通常有工理上的追求 就是打卡而已 我想漏了 不是 但是他們設定一個好的形象 是啊 或者至少自己感覺到 自己是群體的一員 於是就覺得有好的感覺 又或者甚至可以更容易 有其他所謂生存有利的這個額著 所以我猜你那些個案 不是Melody在問的那些 沒錯 是真的對藝術 對漂亮 那種追求 Melody 是的 逼我試試回應你 然後跟你聊 看看你覺得怎樣 因為我看到其實Melody是很好的 就在那個inbox的時候 就發出一個問題給我們 是不是 我沒有記錯是你 然後你還說 還有好像用進化論 解釋不了 美是不是 你覺得 是的 因為進化論似乎 就是因為我們要說 怎樣對我們生存 繁天下一代 基因的延續的機率 最大化 才有利的話 才解釋到為什麼有某個行為 但是似乎美是解釋不了 我先講一個很快的主句 就是 其實很多時候現在 都可以用進化論來解釋到 我想我這個回應 最後講一點 怎樣用進化論 解釋到美的出現 或是對美的追求 但是我先跟著Melody的思想說 因為Melody說了一個很好的 Melody是不是獨自學家想問 不是嗎 因為為什麼我會說 你很尷尬 為什麼我會這樣問 是因為 Melody你說過一個很重要的項目 其實是和一個很出名的大作家 就是康德 其實是一脈相成的想法 那 那個說法是什麼 就是 美似乎是和我們的利益無關的 不是利益問題 那 康德呢 其實正正有這樣的說法 就是 康德對於 康德對於美的定義是什麼 就是 所謂 disinterested pleasure 就是他認同 譬如飲飲飲食食的那種 pleasure 是一個享受 一個快感 是一個愉悅的感覺 他說 其實美是一種愉悅的感覺 但是美是一種愉悅的感覺 就和這個 就和這個 飲飲食的那種愉悅的感覺 是不一樣的 因為 飲飲食的那種愉悅的感覺 是所謂intested 是和我們利益有關的 但是美呢 是和我們利益無關的一種愉悅的感覺 所以 Exactly就是 Meldy的那種美的描述 好了 大家當然的問題就是 問 那為什麼會有思念 康德呢 其實就說了一個答案 康德呢 如果說康德成果理論 其實是很複雜的 但是呢 他說 和這個 和這個 利益有關的這個愉悅 為什麼不同呢 就是在於 其實對美的這個快感 是一種理性能力 來的 因此理性運用的能力 就是在於 我們的mind 他說我們的心靈 是有某些功能的 他就是 某些什麼功能 你可以說是我們身體的本能 所以 每個人都有對美 是一個想法 但是 也有一個感覺 也有美的這個快感 可以是 但是為什麼你會有呢 他就是因為 其實這是一個理性的運作 如果是其他那些 譬如飲飲食的那些 其實不是理性的運作 是很美的 是很動物的快感 因為有著數 我就覺得 那個feel都爽了 於是我就享受了 但是呢 美的這個東西 是disinterested的 為什麼會有disinterested 就是在於 Honda是這樣說的 Honda會說 其實呢 我們呢 有個 我們的mind 是有整理世界的能力的 於是呢 我們的mind 是有一些天生裡面 內在於我們的mind 某些 它叫做category的東西 或者一些範疇 用來整理世界的 他就會說 如果 所以這個世界為什麼 這麼井言有罪呢 就是我們的mind 會整理世界的經驗 會見到 譬如有因果 你想想 正常見不到有因果 正常見不到有因果 因為 譬如你見到一個波 再另一個波 只不過是 看到一個波的移動 接著另一個波動 一個波動 停了 另一個波動了 我們見不到一個 A波 引至B波動 你只見到兩個波 一個波動停 然後兩個波動 他還會說 其實呢 我們的mind 是已經整理了 剛才那些經驗 事實上 我們見到的時候 不僅僅見到 是有A波動 停 然後B波動 這個經驗 同時 是加了A波動 引致到B波動 這個因果關係 是我們的mind 整理經驗的時候 加進去 所以我們的mind 是有些category 譬如因果 去理解那些經驗 不是堅定的說法 於是 很快就說 為何會有美感的感覺 就是在於 原來 我們心靈的整理 這個世界好像很正言有罪 是因為我們心靈整理的經驗 至少是堅定的說法 於是 為何會覺得有些美感 他就會發現 既然這個世界有些事情 如果沒有任何事情整理 他自己 就已經呈現了 某一種很和諧的結構 好像有人整理他那樣 所以他會用一些很有意義的字 例如可能會用一些叫做 Purpose Purpless Purpose 好像沒有目的那樣 但有意思是有目的那樣 就好像有一個designer design這個世界的山水畫 他為何自然這麼美呢 他竟然成為原畫的結構 好像有人整理他那樣 但實際上我們知道他沒有 或者看不出他有 於是我們就會覺得有些是漂亮 那個漂亮的感覺就是 剛好 發現這個世界上 有一些東西的結構 是這麼正言有著 竟然 是可以跟我們那個mind的結構 是match的 但是他沒有我們整理出來 他自然而然 竟然剛好 他的經驗是排列成為這些 這樣的結構 所以我們就要有一個漂亮的感覺 所以康德還要說 這一種呢 是我們理性運作的結果 如果我們剛才沒有那些 概念 category 去整理這些東西的時候 沒有那些category 根本就沒有辦法對照 那個世界上自己的結構 發現這些東西漂亮 所以康德的說法是 這些我們覺得美的感覺 是因為我們mind的功能而產生的 就跟什麼 跟我們覺得一些東西好吃 於是想吃多些 是不同的東西來的 所以剛才所謂disinterested 和利益無涉的 不關事的 和覺得好吃的東西吃多些 是不一樣的 那麼這個大概是康德的說法 就是剛好我們的mind 有這個整理經驗的功能 而剛好有些東西 竟然跟我們mind的category 是match的 自然而然地 不是我們整理它 於是就覺得漂亮了 那麼這個大概是康德的說法 所以好像你剛才有說法 其實他解釋了 為什麼會跟利益無涉 但是會覺得這些東西漂亮 就是好像沒有作者那樣 他是沒有作者 但是為什麼好像有作者那樣呢 有designer那樣 但是沒有人design他 我們就覺得這些東西漂亮 你對於康德這個回應 喜歡他 以我們心目中的那個秩序 是啊 如果康德的說法是 雖然後來有很多討論 就說 所以後來有很多討論 就說 討論康德要說的 但是如果康德 理解你說得很對 就是因為那些東西 這麼巧 竟然自己 naturally 就像我們的mind 給世界整理經驗的那個秩序 對 我們怎麼會無緣無故自己 有個個人 去整理這個世界的跌測 這個就沒有辦法的 按康德的說法 這個不到我們選擇的 是我們的mind自然 就一定有這個功能 就是不到我們選擇的 我們作為一個 就是用康德的說法 我們是一個理性認知者 自然就一定有一個mind 去整理他的經驗內容 我們控制不了正義 這些東西是理性的東西 一路都覺得我們感受 是的 這就是康德的突破了 康德還要說 我們為什麼以為 吃好東西 吃好西的快感 和見到東西 美的快感是相似的 就是因為我們覺得 他們都是感覺 都是感受 但是康德還說不是 康德還說 他有一個很重要的差別 就是 後者尾的判斷 其實是理性運作的結果 是 這樣吧 因為其實我們還有一個專家 就是 關於美學和康德的 我們塗讀室其中一位寫手 李四 其實他也在看的 他也有些意見 不如 Melody 我們再打給李四 讓他再跟你聊兩句 好嗎? 可能會再解得清楚 或者再令你明白多些 好嗎? 那我們現在就打給李四 你打一會 好 OK 打給他 打給他 好 那就是你說著 演化論其中 好 我調轉的時候就說一下 演化論是怎麼說的 好嗎? 演化論是簡單很多的 好嗎? 尤其是說一下 演化論的解釋 可以嗎? 演化論解釋是很簡單的 就是 人發現 有某些能力 是有在我生存的 譬如舉個例子 我們如果可以很精微地去弄一些工具 其實是對我的生存有利 我可以做把斧頭也好 做得細緻一點 都可以做到它利一點 自然就對我們的生存有利 所以其實工藝 或者工藝的能力 或者用英文來講 是craftmanship 就是怎樣可以做工藝的能力 其實可能有助於我們的生存 但是呢 很多時候 這種工藝的能力 就會有些浪費產品 就是呢 我們會於是慢慢欣賞 一些很漂亮的工藝 就像我們會 丟到這樣的模式 很漂亮 丟到這樣的紫實 它是不用命的 我們慢慢會發現 如果一隻獨一的生物 它比較能夠欣賞 或者傾向給一個高的價值 那些很強大很厲害的工藝 生存 那種有基因的生物 它可以凡是下一代的達人 因為那些這樣的個體 它其實就是等於 可以有多些能力 去做一些 設置他們生存 或者有利的生存工具 於是呢 就是我們慢慢 就會有一種基因 是比較欣賞 那些有這樣的工藝能力 的其他個體 會傾向和他們 所謂結合 或者軟用下一代 於是呢 這一種能力 這一種的appreciation 慢慢再增加強 就是成為了我們現在的 所謂的美 這個感覺 為什麼會不會覺得 喜歡一些東西漂亮呢 就是因為我們要喜歡 其實不是喜歡漂亮的 是因為如果你的基因 是喜歡一些漂亮的東西的話 等於你會欣賞一些 能夠製造漂亮的東西 的那些個體 會想和養養下一代 而能夠有能力 製造漂亮的東西 的下一代個體 往往就是 有強大工藝實力的人 於是他們就可以做好的工具 其實他們的生存是有利的 於是就會留下那些基因 試一下有那些基因的個體 反而肌肉大一點 於是就開始 美這件事 或者美這個感覺 或者欣賞美這個衝動 就成為了我們人類 起碼很多時候都會留下來的基因 於是就成為了我們這個物種 又會有一個特性 這個解釋是怎樣 所以其實簡單來說 就是這個回應 其實是跟我們利益有關的 不過不是明顯看到的 是有一個轉折位 才看到的 Mero姐那些說法 好嗎 我覺得你說這個是一部分 關於革命傳 它已經變成美這個部分 但因為有些美 它不是由革命傳來的 所以就 例如呢 那部分 就是 橫畫 我需要聽音樂 嗯 所以 我聽音樂 應該幫助不了我 可能是 可能是 這是很好的問題 這是很好的問題 我猜他們會說 即是那些進化論論 要解釋 其中的就要解釋 我能夠好好地 舉個例子 控制不同的音 我們可以譬如 不同高低音 你控制音的能力強了 可能被釋路會強了 所以被釋路的能力 你控制音的能力會強了 音感好了 你可以辨別到 譬如你聽音的能力強了 你辨別不同的聲音的能力會強了 這些全部都是有利於生存 嗯 我覺得這個是複雜的 因為 其實 我們說美 或者我們說藝術 其實是包含很多不同類型的東西 即是 例如你說 就算是視覺也好 你雕塑 就是類似剛才所說的 但是如果你是說 純粹是一些顏色配搭 你都可以見到美不美 這些色彩得漂亮一點都會 那這個感受可能已經和包含說 已經有點不同 所以 再加上剛才所說 可能聲音上又可以做到美不美 所以 其實藝術和美本身是包含很多東西 我想最後的回應是這樣的 就是 我剛才有其他可能的回應 但是我想一下 可能聽著紅音的回應 和melody的回應之後 我最後的看法是這樣的 有機會是 其實最初是由包含說出來 所以我們有對面的追求 但是對面的追求 可能是對某些模式 對某些仔細的追求 如果產生了複雲系對某些圖案 我們都會欣賞它 舉個例 這完全是craft模式 開來開始 但是慢慢 我們 但是機器很弱 很蠢 當我們 有個遊戲 不僅是欣賞某一些功勵品 上面的圖案 或者某些仔細的區分 甚至是 把那些仔細的圖案 例如在音樂上 我們都會覺得漂亮 那意思是 我們的腦袋 可能是比較簡單的運動模式 就是我們最初 其實只得工藝上面的craftmanship 是對我們生存有利的 但是我們的基因 使得我們不懂得分 對所有的 例如pattern 所有的craftmanship 所有的製造pattern的能力 都會欣賞 都會追求 於是譬如在音樂上 都是講pattern 你有key 你有很多重複的旋律 或者不同的音節 等等 甚至到c 等等 其實最初 這些全部都跟生存 真的沒有關係 不過可能最初 是由 跟生存有關的 那種craftmanship 慢慢 不刻意 universalize 在所有東西 凡是看到這些 就覺得漂亮 就了漂亮的判斷 或者漂亮的追求 那這個 都可能是盡快的 其中一個可能 我覺得這個 真的是一個科學問題 就真的要看回 究竟一些科學家 他們怎樣研究 即我們自己 就將它歸納成漂亮的藝術 但可能不同層面 即剛才研究那個 就是一個 就是我們嘗試 一起想想的 一個整體的解釋 但可能 鄉修 可能是有些 他們分口會解釋 例如聲音 因為你聽到危險的訊號 例如同伴的 尖叫是一個危險訊號 或者你聽到其他這些 可能他會用另一種的機制 也不一定 但是這個 我們剛才的討論 可以看到 如果你想用 如果用進化論去理解 這件事情 其實我們始終會想 他跟生存怎樣有關係 或者他跟生存 如果沒有直接關係 會不會是某一些 有利生存的 一些機制 一些敗產品 我思路是這樣的 但具體當然是要看那些方向 嗯 你怎麼看 嗯 明白 我覺得 我實行前面 這麼多 哈哈哈哈 這個問題是很 對 我自己有點不明白 你怎麼 好啊 好啊 因為 至少我不知道 我經常都說 解決這條問題是很難的 否則就不會有這麼多理論 尤其是這個問題 剛剛進化論 可不可以解釋 我們對美意的追求 就不僅僅是一個 治學問題 只可以討論到 究竟有沒有這個可能 好了 就算我成功了 說有這個可能 但是是不是可以解釋到呢 就要看科學 科學的意思是 看實證研究 資料 那麼我們 我們作為治學家 不是治學家 我不要這麼說 作為一個搞治學的人 就沒有足夠實證的資料 所以我們就做不到 那要看 希望可以科學家 可以給予一些回應 他們有的 可以直接看看 但是起碼我希望 我總得就是指向 如果這個理論解釋到 它是一個什麼形態呢 或者給大家一些 input 大家可以再轉一步思考 以為原本不行 其實也可以 或者可以的話 會怎麼可以呢 這樣 那麼 那Melody不如我們先說到這裡 是不是 是啊 因為 因為這次時間也差不多 那可能就 下次我們有機會再找一下李四 因為李四 不知道為什麼 connect不到 我們 We cannot connect 所以 假connect 是啊 真的 真的connect不到 所以呢 所以可能 李四可能晚一點 再打刀的時候 就再 Melody 留意了你的節目 如果你四有說話 就聽聽她再解釋 她可能會解釋一下 她是專門研究美學的 哦 好了 希望我們先對你的問題有幫助 好吧 好的 好的 拜拜 Melody 拜拜 好 那 好像是connect有問題吧 不知道下個聽眾是怎樣 看看我們的技術部的同僚 如果是下個就打給下個吧 是的 但是專門是否有些 我們先聊一下 專門好像有些看法 其實我不太明白 如果按照剛才那種說法 有沒有回答到Melody的問題 因為按照剛才的說法 是說 藝術或者美的東西 其實它起源都是那些craftmanship 而那些craftmanship 是可以對生存 或者對群體的延續是有利的 只不過它一路一路發展 就變成一些biporder 是那些藝術品 但是 Melody的問題就是 正正問為什麼人 好像可以獨立地追求那些biporder 所以其實 最後我們不是因為 對我們生存有利 對我們生存有利 真正對我們生存有利 那些是垃圾 不是那些biporder 所以我在想其實 是不是真的回答了Melody 我猜 我猜這個是和進化論如何解釋的東西的時候 如何為止成功解釋得到呢 我儘管舉個例子 試一下解釋一下 譬如 有少許牽涉性的成分 如果有介意的聽眾 先掩著耳朵 或是去洗澡 十分鐘後再聽 這是一個很出名的例子 就是人為何會自軸 人為何會自軸 很簡單 自軸 某個意義來說 對生存 或者對犯罪一代 是沒有幫助的 簡單來說是有傷害 因為自軸 是浪費很多打法則的 舉個例子 或者浪費很多資源 吃多浪費時間 又很累 對 如果不是高燈 我會打獵的 如果不是高燈 就不會每個月都有那個post 或者戒追 因為有一群人 就簡直影響他們生活 所以 或者小位中學生 不應該看色情網站 可惡會沉迷 沒有時間分輸 沒有時間分輸 要打獵 每天都會自軸 所以 所以 自軸 似乎 起碼是對我們的生存 和肯定是無理的 而且應該會有傷害 好了 但問題 如何會自軸 進化論 就是解釋不到 是不是這個進化論的均第三步 通常就說不是 為什麼呢 因為進化論不需要解釋到 不需要說 我們現在整個setup 整個人的所有結構 或者所行為 所以定要是 我們要流傳一下 這個機器可以進一步犯險的機會 不一定要maximize 他只要說比之前好一點 於是 只要有這個特徵 他就會好 就應該是一個好的解釋 所以舉個例子 而且很多時候 我們怕是很減少運動模式 譬如用自軸為例 自軸其實只是什麼 就是性的快感 我們追蹤性的快感 性的快感是什麼 就是indicator 有性的快感 不一定使得你有繁殖下一代的機會 因為自軸就不是 但是往往如果 我們追蹤性的快感的時候 是比起一隻不追求性的快感的失脈 結果是 他的機器可以流傳下去 肌肉大了 因為吃爛感 他都不想完全不想穿 就是享受那個pessure 是的 pessure是沒有聞的 pessure 如果不享受那個pessure 那麼 是 記憶時間 不好意思 是的 如果你不享受那個pessure 你根本就連繁殖下一代的衝動都沒有 反正整個衝動都沒有 就不會繁殖下一代 OK 所以呢 追求性的快感的個體 比不追求性的快感的個體 那種基因 流傳的是機會大了 嗯 好了 但是這種基因很蠢的 它只是追求性的快感 它不是追求所有 有實質繁殖下一代機會的那些機會 所以追求性的 所以它追求性的 所以它追求性的 所以基因好的時候 就是一個好的indicator 只要它指定到一個大一點的機會 使你繁殖下一代 這種基因已經可以贏到 沒有這種基因的個體 那所以用回味的就是 你能夠appreciate 那些bipoder的那些藝術品 就指定了你 你也會endorse那些quartmanship 沒錯 因為我覺得就是基因產生效果的那一刻 這個最快的解釋是用這些方法的陣法 好了 不如事不宜遲 講得久了 下一個又等太久了 如果不是下一個聽眾 又 就是 我不知道 我們這個 討論哲學的quartmanship 可能會太仔細 但我們真的就是這樣 希望你在我們討論 信心中的美感 這個美感 是一般的 好 這次來這個 是一個台灣的室友 所以就要展現到我們強大的 國語能力 國語啊 能太能 想解 好了 這個台灣的朋友 是不是覺得台灣有點遠呢 所以要打過去要 哦 對對對 對 因為 起碼有個海嘛 台灣海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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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名字是 啊 是 武安 武安 啊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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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非常非常 歡迎你 非常感動啊 有台灣的 對 第一次打來 真的很感動 台灣的室友打來 是我們第一遍 對 所以是特別 我們的榮幸 啊 你的問 你想問什麼問題啊 跟我們討論一下 喂 欸 還在嗎 武安 喂 啊 是不是 是不是 亂了 中國大陸 有 對這個台灣有什麼 沒事吧 你沒事吧 沒事吧 你還在吧 外國都是 我們再來一遍 再來一遍 我一定要打到給他 對 對 坦白說 我的國語是練習的很久啊 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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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得出來了 練習得很久 今天才有機會 在廣大的觀眾面前 表演一下 吹西安 我希望我在補了 國語 比這個 阿門 阿門的 這個 吹西安 吹西安啊 還是 不能 接通 對 大家可以看見 我們到目前為止 一句都還沒講 不敢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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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說 好啦 還是回到最初的這起點 不說吧 不行 這電話將轉接到語音信箱 證明我們真的是台灣的 有難度 對 觀眾能進到這句吧 對 你是信箱也是國語的 不是假的 對 我們都是玩真的 真 connect 沒有 哈哈 真 connect 台灣的台灣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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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們這邊一個冷笑話 哈哈 再來一遍 最後一遍 試一下 但是特別特別感動 真的啊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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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打 對對 我們可以 我們待會再打 我們待會再跟你在這個 不要離開 對對對 繼續聽 留下 對對對 我們一定會打給你 我們答應你 第一個台灣的朋友 對 這是我們 這是我們圖螺絲跟你的約定 對 是一個緣分 對 對 好 然後我們還是再講 再講回 好了 哈哈 哈哈 等於等於 其實我可以繼續講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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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難 都不很難 我看到一些人都是這樣的 真的嗎 哈哈 我都不明白為什麼一些人可以這樣 我媽媽也是這樣的 我媽媽去大陸買東西 她會見到人不明白 於是她就會轉頻道 就是很慢地說多次 剛才那種話 很慢 很慢 好像轉了一句語言 說自己 其實她覺得快慢 是影響的 真的 有些語音是的 英文都長響音 短響音 你知道嗎 Bitch 和Bitch 很有趣 和Shit 和Shit 所以 你講慢一點 是轉了一句語言 對 外容都不同了 對 外容都不同了 對 那些國語人就開始明白 又來 又來 是香港朋友 好 好了 嘩 又來到緊張的時刻 有聽陳小春說 什麼時候最期待 喂 喂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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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聲音好像很跳絕 很開心 你叫什麼名字 Tiff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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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 Tiffany Tiffany 不好意思 她想問什麼問題 你有什麼想跟我們討論 是嗎 我的問題是說 其實醫學會不會過分地長入的生命 就是人追求永生 而違反了一個分老病死的自然保釋 那其實我們有一個問題就是 另外在道德上面 就是人為了保障自己的利益 而建立了很多道德規條 那其實同性戀和亂倫 那其實除了違反生育規條之外 其實有沒有違反個人利益呢 那還有人是為了生育生存而生為生的 那其實如果不能亂倫和性戀 是為了保障下一代 那如果現在這個社會是不追求生育的話 那證明也可以避引 那其實以上的辯論和證明 是否可以避允呢 就是這就是我們的問題 好 這個不止你的問題 這個是你的一些有關聯的幾個問題 是的 可以避允和問題 是的 很感謝你 我想這個代表了很多失誘的想法 其實我們經常聽到類似的說法 其實這個是有很多值得討論的空間 不如我們先說一下 我們先說一下 我們先說一下 第一條問題 我們先說一下第一條問題 給觀眾聽 第一條問題就是 醫學過分延長了人的生命 會不會是過分延長了人的生命 因為人本身自然的生理結構 所以破壞了生路病死的自然秩序 反而對人其實不好呢 是不是這個問題 是 是 是 如何看 大家 大家 我先回一回應 就是 我想你的意思是 究竟是對那個人來說 還是對社會來說 因為 對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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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對社會的意思是 如果我們 例如人的生命 可能突然間每人都二百歲 你是覺得 會不會整個社會的人的生活模式 都可能 我們沒有辦法 不知道怎樣生活 或者我們 不知道應該怎樣去看待 我們的人生 你意思是否這樣 不是 就是 可能人口爆炸這個問題 我就是 一路 就是 人口老下 還有 現在的人類 年齡分布的 到三角的問題 可能你覺得 原本正常的情況下 就算 有生命病死的情況下 沒有用醫學延長很久的情況下 可能 這是一個循環來的 就是一代一代的更替 可能對社會比較健康 但如果延長了 那下面的人怎麼辦呢 可能 一路都 保持健康 一路都 社會有九十多歲 有十歲以上 對 那這個社會結構怎麼辦 你是否在想這個問題 是的 這個問題 很快地說一說 就是 第一 這個問題有點難回答 是因為 你只是說了 延長了壽命 你沒有說壽命的質素是怎樣 就是沒有說 其實他 譬如有一天 一百年之後 所有人類都一百歲的平均 其實他七十歲之後 那三十年 那時候的社會 有多少資源 去享用 令到他的生活品質是怎樣 但這個就不太是一個哲學問題 因為 科學 或者一個人口的問題 我會覺得 有兩個個案子 如果很快回應 就是 有兩個個案子 如果舉個例 由七十歲 變成八五十歲的人 可以平均壽命 才算 如果 當出來的八十年 質素是差的 意思是 譬如是 延長你不死 但其實 跟我們現在 七十歲以上的人 的身體機能 是差不多的 所以它是 譬如舉個例 都是很多病痛 行動會很慢 不變 開始想事情 會不太清楚 記性差 這樣的話 我會覺得 不僅僅是社會 甚至對人來說 未必是好事 因為 很多時候 生命的價值 是在於 究竟會發生什麼經驗 如果你可以用一些 好的經驗 你的生命的價值 可不可以是好很多 所以我會認同 第一個個案子 如果是延長的壽命 和一些新增出來的 生存的時間 並沒有說好 你的Quality of Life 這樣的話 其實對個人 和社會來說都不好 也引致 什麼問題 因為 七十歲以上 全部做不到 又要吃飯 比如說 五十歲 六十歲 那些就要不停提供很多食物資源 養後面那些 由七十至一百五十歲的人 但是如果很難說 如果第二個案子不是 其實他七十歲 二十八五歲 是可以將 壯年都現場 使得一些人 在八三十歲才會開始衰老 其實可能沒有 剛才有什麼問題 第一 在個人的層面 其實他生活很好 又好 有些good experience 可以做他想做的事 在社會層面來說 其實有足夠的生產力 你可以做事 於是可以 當然其他問題是自然之間 有沒有限制 因為可以談的 第二 不可以自然之間有限制 起碼在生產力 經濟 或者社會結構 不會見到什麼大問題 你仍然可以維持一個 我覺得 可能是會有不同 但仍然都是很好的 社會結構 似乎未必 一定有什麼 Kiphany本身擔心的事情 我覺得 Kiphany 你這樣聽 你覺得怎樣 你還會不會有些疑慮 我明白你的意思 即是 即是 即是你現場了 我的執俗未必是會 繼續可以保持下去 或者會下降 是的 我覺得這樣就不好 無論個人還是社會層面 嗯嗯嗯嗯 我明白 我也同意你的說法 是的 所以就看你認不認同 就是 如果現場了壯年的話 不僅是壽命 壯年也現場了 其實未必有這麼大的問題 你覺得呢 你覺得會不會 這個問題就解決了 還是你仍然覺得好事都不太好 這樣 我覺得 嗯 可以在第二下再想 好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好 那我們很快就回答第二個 因為他還有第二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 就是 很簡單的 就是 你剛才說同性戀 不如用同性戀為例 好嗎 你講了幾個例子 以同性戀為例 就是 似乎 我們講法是這樣的 人的道德 是為了我們的利益而設置 而同一刻 人的利益是甚麼 人就是為了生存的動物 所以對我們生存有利的那些 就是有利的了 於是道德 就是使得我們生存有利 出現的 好了 於是照同性戀 就不道德 因為同性戀能夠煩 就是下一代 對整個群族來說 生存反而是差了 同一時間 這是第一個問題 於是就不道德 第二個問題就是 如果現在慢慢有避孕了 使得 就算男同女本身 可以 所以在發生成為的時候 有機會受孕 結果那些位置都不受孕的話 我們由國一可以接受的話 那是不是就是說 我們應該容許同性戀呢 所以就似乎 應該要修改我們一個 道德的內容 因為 關於利益不利益的位置 就不同了 大概第二個問題就是這樣 那怎樣看 大家 我覺得一開始可以 講清楚一點點 就是 剛才你似乎覺得 道德就是人為了保護自己的利益 而設立 這個說法 其實是挺爭議性的 但是 這是另一個問題 我們可以先不討論 當然你想也可以說這個 但是如果照你剛才的問題 我們可以先放在一邊 究竟道德是否為了 是否人類為了保護自己的利益 而建立 但是最起碼 我們大家都會 大部分人都會同意的就是 道德起碼是和保護我們大家的利益 和規限我們怎樣相處 是會傷害對方 起碼是和這些有關係的 所以在這個前提之下 都可以繼續討論下去 就是 一開始 同性戀 或者 同性的關係 是 沒有繁殖下一代的這個 就是沒有那麼直接繁殖下一代 這件事情是否真的損害 那個社會 那個社群和其他人的利益 就是 我覺得是可以用這個來想先的 嗯 我的看法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聽說過 原來 我現在先假設 其實我自己就不認同 道德是一定是為人類 或者個體也好 整體也好 的生存利益 而於受道德的 我不認同的 不過我先假設 我當你這個感覺對 好嗎 原來現在有些研究顯示是這樣的 起碼我見過了 就是在進化論的角度來講 同性的基因 第一是天生有的 就是有某些基因的人 他就會有同性戀愛的 也有些同性戀愛的 不要緊要 但起碼好像很多研究顯示 有不少同性戀愛的 問題就是 為何這些同性戀愛的 可以流下來 原來很有趣的 原來發現了 同性戀愛的基因 原來令某些基因 經常黏在一起 而那些害怕會使得 舉個例 有同性戀性格的人 有同性戀愛的人 同時有其他性格 例如舉個例 會跟人的關係很容易 容易令到一個谷的邦力強 使得 原來 反而是 他 這個谷裏面有同性戀愛的人 那個群 overall 那個生存力反而強了 有些研究是這樣 所以 於是 為什麼同性戀愛的基因 可以繼續流下去 因為那個群 overall 的生存力強了 如果同性戀愛是隱性基因 才算 平時 你可能有同性戀愛的基因 但不是同性戀愛的 要兩顆星之可以 兩顆有了 才會是同性戀愛的 舉個例 假如這樣就算 這些基因都可以 因為原因流傳下去 所以 即使我接受你的大前提 就是所謂 道德是基於某些利益 而有 也好 似乎不可以接受 說 如果回應同一個說法 同性戀愛是真的 跟我們人類的生存無關 甚至有機會 是跟我們生存有關係 可以幫助到某個族群 在基因的流傳 那是其中一個 如果見到你的前提 可以討論回應 嗯 但是我的想法 或者很多人 其實都會這樣想 就是 他本身 即是剛才你的說法 就是 事實上 可能 有同性戀愛的社群裏 即是 雖然他自己 不會直接繁殖 但繁殖 只是其中一個面向 沒錯 只是我們生活的 其中一個面向 可能在其他面向上 他可以是 有好處的 那我覺得 但是我想說 其實 我想自己的想法就是 就算 你說 沒有那些特別好處也好 我想很多人都會覺得 那不代表 他就不可以 有他的權利 或者有他的自由去 去繼續生存在 即是他都可以有 他自己的選擇 他的取向 而剛才的問題就是 為什麼我們 趙耳聽會覺得 如果你的社會裏 有些同性戀者 他們不會 可能他們不會 直生仔 那些 那是一個問題呢 為什麼是一個問題 是不是這樣損害了 一些人的權利呢 是不是這樣損害了 其他人的利益呢 我覺得這個是 是一個比較 就是我們未講清楚的問題 所以我不知道 紅音會不會是這樣 就是有一個指向性 指向這個方向就是 其他時候 就挑戰 道德的設置 是不是一定是 跟他利益有關 因為你剛才的感覺就是說 即使 同性戀 是對於 我們整個族群的 繁典下一代 或者繼續持續生存 是沒有幫助也好 似乎你應該 容許他有這個自由 譬如 因為他沒有侵犯到 其他人的利益 他沒有損害其他人 沒有影響其他人 所以你應該容許他繼續 他有這個權利 或者一個自由 這樣做 似乎是 我們決定某些人 有沒有某些權 或者有沒有某些自由 這是一個道德課題 這是一個道德問題 這些道德的決定 似乎不一定是跟 究竟那樣東西 那個行為 是對於我們整個族群的生存 有沒有利而決定的 很多時候我們覺得 某一個人 或者某些人 有自由 有權 去做某些事情 不是因為他做這件事 是對他族群的生存有利 而是在於本身 只要不侵犯到 其他人的自由 他就似乎有權 來這樣做 所以就回應 這份年的這個說法 就是 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的道德的規範 似乎未必一定 是我們的利益 那麼關事 有機會有其他原因 例如每個人都可以自由做所有事情 除非他充滿其他人的利益 那麼如果這樣理解 權有自由的時候 我們就似乎有理由 容許同性戀 在我們的社會裏面 繼續存在 我覺得這個問題 是 其實還有幾個方向可以問的 因為例如說 我們會覺得 假如同性者不繁衍 不繁衍對於人類這個族群 可能是有影響 但是人類這個族群 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我們考慮別人的族群 你這時候好像說 是一個 真的是一個團體 但是其實你想想 這件事不一定的 就是 你在某個社會 這個很看環境的 有些社會 你多長一點 反而是影響過社會 有些社會 你多長一點 反而是 反而是 會看不同的情況 所以我覺得這個其實是 我們 我覺得是很難 平時就這樣說 你多長一點 人類這個群族 這個種族 就會影響過 我覺得不太簡單 因為 我答了兩條問題 所以我們可能 沒什麼機會 讓你討論很多 最後 諸文是否有一點 補充 不如說諸文的補充 就看看 就可能要聘用 聖誡電話 好嗎 好 因為我覺得 就算反過來說 也一樣 就算反過來說 為什麼同性戀有問題 其實那些反對同性戀的人 未必是因為 他覺得同性戀不生仔 以至於損害了人類的利益 可能很簡單 是因為他宗教原因 因為他某些基督教 天主教 或者其他教的觀點 或者他覺得 這是神 他們生活中的神 或者上帝的意志 是掛了同性戀的人 是不對的 所以即使有一天 科技發展到某個地步 是同性戀不會影響 所謂人類的利益也好 因為聖經仍然是這樣寫 或者他另一部經典 仍然是這樣寫 同性戀仍然是有問題 仍然是錯的 所以我只是想補充一點 就是 你說對 不一定要說 你說同性戀是可以 不一定要從他 發展到人類的利益 而出發 反過來說 你說同性戀錯 也不一定要說 他損害了人類的利益 我打算是另一面也可以這樣考 所以你做諸馬剛剛的互聯 就是很多時候 我們都能夠理解 都不是跟人類的利益 直接掛鉤 我們有很多其他考慮 所以我們覺得 沒有一件事是符合 或是不符合道德 所以簡單來說 我想這個回應是 基本上可以再試想想 究竟道德是甚麼 道德的本質是甚麼 是否一定要 跟人類 或者利益有關 才能夠分享道德 有很多其他考慮的事 似乎 都是進入我們的道德考慮裏 不如先講到這裏 好嗎 九九 沒什麼機會給你回應 對不起 好啊 希望可以幫助你一點 想想問題 好 好的 我們到這裏再談 拜拜 拜拜 好 繼續 好啊 我們先講到這裏 《奇術部》的同僚又再打電話的時候 是否說一下歧視的問題 也沒有所謂的 但是 其實剛剛我想說的 就是 就是說 其實 因為我們說人類利益 我們是用很生物的角度 就是我們在想那件事是怎樣呢 就好像一個物種 它反映到 它就繼續實升下去 它反映不到就這種種 就是我們好像是用這種角度去想這件事 某意上是這樣的 但是人類不永遠都處於這個狀況 所以我們平時 其實如果你看回現代社會 我們考慮說 為了人類的利益 或者為了社會福祉 其實我覺得應該要想小一點 是 為了社會 就是 它對社會裡面哪些人會受選 如何受選 如果 如果 每個人都生孩子 對社會裡面哪些人是有利 如何有利 我覺得要具體一點才可以說到那個問題 好了 現在又 又接駁去第二個 這間座 是的 Hello 你又不讓我說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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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名字 阿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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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認識一個叫28樓大王的朋友嗎 你自己認識的 28樓大王 聽過 你聽過嗎 你也很準的 OK 你小心點 不要在樓室踢球 真的 很危險 說真的 打排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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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排球都可以的 沒有風 那 怎麼樣 阿俊 是 我想問一下 你們這麼多人是讀自學的嘛 那我想問一下 你這樣在香港有什麼工作 不是 有關 是 你 有關 我反而想知道為什麼你這麼關心 就是 你是不是都是讀自學的 其實就是 你想不到現在有什麼出路 你想讀自學但是害怕 你有看到最近這麼多學徒自殺 其實我是對自學有興趣的 但是我未來的工作 都想圍繞住這件事情 但是在香港 我就不知道有什麼工作是可以圍繞到自學 OK 所以 可以 可以不可以說 你是在考慮讀自學還是想怎樣 其實我是在讀第二次的 我將來也有考慮過將來不會造反自學 這是我的第二個問題 就是 因為我本身在大學不是讀自學 如果我將來再想造反自學 再想由第一步開始去接觸自學的話 那我應該解釋了 這是第二個問題 我還有一個問題想跟你聊聊天 我想問一下 為什麼你會有興趣呢 為什麼你想有興趣呢 將來你的工作去圍繞和自學有關呢 尤其是你原本並不是讀自學 出身的話 我很快回應就是 其實很多時候有興趣和工作結合 其實是很慘的 我看到 譬如我也喜歡看球 其實 譬如 你知道很多球員 看了什麼 例如巴朗迪利 或者 以前的出名 就是 有幾個球員 就是因為將自己的興趣給了工作 反而就令到那個興趣消失了 所以 這個可以想一下 不如聊聊天 但是 我們先回答你的問題 就是 有什麼功 是關自學的 不如 我先 其實說真的 我 就是經驗豐富 在這個 哲學 即是大學的開放日 又在哲學的那些櫃檯上 是被人問的 而這個問題 我答過筆下 沒有一千次 都敢說三四百次 所以我自問都答過一下 我先答一個很刊 但我覺得是真實的答案 就是 其實我覺得 除非你想做一些專業的工 就是要考牌 另外大學的工作 其實重視的 我覺得是 你的能力 而於是 其實在大學上 很多科都能夠培養到的能力 而 只有 你自己 我答過是這樣 就是你有興趣的科 你肯給時間和心理下去 你培養的能力 就會好些 所以我會回答就是 哲學如果你有興趣 就怎樣怎樣 因為可以培養到很多東西 所以簡單來說 哲學的能力 是 某個意思是有transferable 可以在很多地方應用到的 所以你可以說 某程度上 所有和想法 講法 有關的 都是哲學相關的工 但是至於你問 我不是想回答這些 我現在的過場 是想一下 真的答案 為什麼和哲學具體相關的工 第一份 就是 第一份是什麼 就是現在不出現 但快要有的 不如你首先叫多些粉絲 點讚給你的項目 還有 打電話來 或者做 等到我們終於可以 上市 集資 再砌個節字出來 分拆 再上市 再集資 砌到全香港都開了哲學咖啡 然後砌個節字在地圖上 這樣 我們就可以請你 每一個場地 都有一個住場的 哲學家 哲學家 就一定有用了 這是一個便宜 都是 不只 possible 希望是 可能 很有機會存在出現 另外一份工 我想說的是真的 這是真的 以我所知 有一個哲學輔導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聽過 就是 哲學輔導是這樣的 大家知道心理輔導 我猜 就是有時候有情緒問題 是需要心理輔導 去解決某些心理問題 使得他們對生活的困擾 但是呢 有另一種輔導 叫做哲學輔導 不是說非常 common 但是是有的 而且香港是有牌的人 是可以考牌 做的事是什麼呢 就是 有很多時候 我們的煩惱 如果是轉到情緒困擾 或者是心理原因 自然是要看 臨床心理學家 做心理輔導 如果是生理問題 就只要看精神科醫生 吃藥 治療 但是有時候 我們的困擾 其實是有理性基礎 就是我們搞錯了某些事情 事實上我們很困擾 而於是有時候 只要我們釐清那些概念 或者搞錯了問題 本質的發言 那些是假問題 或者是可以回答的 就可以令到某些疑慮 消滅到或者解決到 就會不再困擾我們的生活 於是呢 其實有時候 可以透過哲學做輔導 於是這個其中一個 我馬上想到 是最直接關係的 而與治療相關的工作 嗯 不過我沒有試過 我也不知道 究竟是 不知道是怎樣 我不知道這件事是怎麼做的 你可能 如果你有興趣 可以自己查資料 看看是否真的 當然另外一個 相關的就是 簡單的就是做通識教師 因為通識 你可以說 是不關事的 不是不關事 是有很多不關事的地方 因為說很多是社會議題 很多是實證 資料 的東西 那與哲學未必是直接關係的 但很多時候 哲學跟底好的人 在通識的課題上面 比如有時候 很多英然性課題 應不應該這樣做 或者比較不同的價值 等等 所以我有幾個朋友 就是畢業 做通識教師是挺好的 做到可以做到選委 在這個教學界 哈哈 大家知道 這個教學 他是特權家教學 還有他之前反對 小英子選舉 他會說自己 當然 我意思是 其實 哲學 如果讀得好 我想和某些科目的教育 都是有幫助 因為你可以做一些啟蒙的工作 這樣 但這些 我想你也不受滿意 是吧 有其他提議嗎 我 OK 是吧 你試一下 你怎麼說 你再說 你有什麼更多的事情 跟他聊 是吧 我是不會考慮到教育工作的一部分 是吧 因為我個人不喜歡教育 但是我都覺得你們的解釋 很精彩 是挺好的 謝謝你 是 是 希望不是太詳細 是 是 是 繼續 是 是 因為我剛剛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 現在如果 因為我本身不是讀哲學 假設如果 我將來有一天再 透震回去 讀書 那 我可以怎麼去 答出第一步 去讀哲學呢 我沒有重新讀過一個大韓劇 那 我先譚成一件事 小弟就是這樣的 為什麼不行 我是讀了 是的 我再不怕再多說一件事給你聽 其實我都叫阿俊 是的 我的名字也是俊子 但是難得看得出來的 是的 因為我 我簡直是不俊的 所以我平時叫的 就不要叫我那個字 我 skip 了 但是 我想說 我也是這樣 我覺得是挺好的選擇 但是因為 因為我先有一個大學位 不關事 但是另外一件事 之後真的就讀到那個學位了 不過這個就是 因為我真心想著要從事之後 工作了之後 我只是想做研究 所以就直接是投資 這樣想 但是 雖然過三年我玩得很開心 過多三年大學生活 那再顯示了我是讀AFO 三三歲之前 有些讀者要我DSE 是的 但是Anyway 我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讀到一個大學位 未必不是一個選擇人 如果你是很決心 要從事哲學工作的話 還有我很快補充 如果你有興趣讀哲學 其實你讀完一個Degree 之後很想讀哲學的 都不一定 因為很多現實考慮 不一定要讀一個Degree 都可以讀一個M.A.的 即是那些哲學碩士文憑科程 其實例如中大也有的 都可以讀的 其實那些都是要求你有Degree 這樣就有Part time 只有Part time 對 那些都是可以考慮的 還有讀書不一定在大學讀的 我覺得 那看看我們的文章 都可以讀學 有幾樣東西 打來和我們聊 都是一個學習 讀書是學習 那些就是一個很荒蕪的學習方式 我猜可以看一些好的入門書 那些哲學真的有聽出來 好的 好的 那你可以再問我們 即是有什麼不同的學科 哲學裡面不同的細科 有什麼好的入門書 看那個入門書 就等於上了一個大學的入門課 對嗎 好的 那有什麼 有什麼 哈哈 我正經理 我說 各位讀者 留意了 我們之前在這個專業上 看到我們推出了一個 叫做 哲學 不是不是 送書單 叫做自訂書單 就是 各位讀者 我寫了一信 就是說有什麼興趣 我們就找一些專業人士 開一些書單給你們 那 接下來這個星期五 四六日 我們就有第一炮出場了 就是我們成功 找到這個 台灣很出名的哲學 哲學雞蛋糕的老闆 幫我們開了一個書單 是說究竟入門的話 有什麼書題 就是回答一個哲學的初歌 但是又有興趣 他應該看什麼書 那你敬請留意 今個週會會出的這個 自訂書單 第一炮 那這個回應是挺詳細的 那就是第一 那當然 另外一個 除了輸了 就是我現在很多youtube的頻道 都說得很好 不過主要是突然問 諸位之前有個介紹 不過我再說給聽眾 叫Crush Course 叫Crush Course 叫Crush Course 是挺好的 然後它是 很多議題都有的 就是和一些動畫很精美 然後很簡單 十分鐘就可以看了 嗯 還有其實甚至 例如 現在很多online course 英文能力足夠 其實很多online course 例如 最出名的 例如 Shirley Kagan 在耶魯有個叫Deb的 course 是很受歡迎 很受歡迎 你隨便在youtube打就有了 對 最後的建議還是看我們的文 我們可能會搞一些讀書組 開班 到時候多多留意 好 不如就這樣吧 好嗎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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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你們 好 辛苦你阿俊 好 記住 哪裏俊 是啊 哪裏俊 你絕對白不準 對白不準 對白不準 因為我讀哲學 對於原點的追求很重要 對不對 對 對 道可道非道 道可道非道 不知道說什麼 你只差一個字 是哪裏俊 對 對 那個道字 之前有位置你吃了 差很遠的 原點不準 影響解釋 那這個是 我們應該是否有很多 是吧 好嗎 我們每次都是過場 嗯 好扯嗎 不知道 希望又來了 不知道對聽眾扯一些 還是對我們要胡鬥 扯一些 沒有啊 那接學 談接學而已 我爹的興趣 那也是 我有個老師 咦 是不是電話通了 不通 好 因為很多時候 坦白說 我幾眼睡都好 討論哲學 我就挺精神的 譬如我那個老師 就是我認識的 原本是大律師 就是 是啊 那他那一個 我挺有趣的 就是說 他說到大律師的時候 如果大家 有座官司做 庭外和解 接著呢 就打不成官司 大家就很開心 就不想做 就是不需要打 不需要上康 打和啦 是啊 喂 可不可以整個 但是如果 不接學的就是 你不付錢 他也有興趣 用你無聊討論一下 所以這份工作是很有趣的 喂 Hello Hello 喂 喂 Hello 是 怎麼稱呼你啊 喂 是怎麼稱呼啊 比德啊 比德啊 比德 比德還是比德啊 我不要緊要啊 是 是 你叫比德還是比特啊 比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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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不比特的比特啊 比特幣的比特 比特幣 比特幣 是不是啊 我之前有 跟哪一個 聯繫 Anyway 你有什麼問題啊 你 有什麼問題啊 或者 有什麼 有什麼 有什麼問題 都可以有什麼問題 人生有什麼問題 你們說到 人類發展的過分 或者 人類發展的過分 或者人類發展的過分 好的 好啊 話說 我之前 跟一些 中舞台劇的朋友 有聽過的話題 就是 如果 人類 這個世界 就是香港人 那 就是我和我媽 那樣 你不是問 這個情況下 我們雖然會不會 我和我媽 發生性行為 然後 我們這個人類的 受 人類這個種族的現場 就是這樣 你自己怎麼看 不 等 還沒說完嗎 對不起 你先說吧 不是這樣 不是這樣 我第一反應 就是我和我媽 我當然不行 然後 我的 類似道姊 就會再跟我說 如果那個不是媽媽 而是阿輩 我就 這樣 很甜蜜 然後 我再送入 我自己的生命 就是 其實 如果人類 只剩下我 我和 另外一個 我媽也好 我妹也好 其實 是不是應該 用我們 去想 就是 人類社會 一滅絕 滅絕了之後 我們 應該由我們 去決定 人類種族 是否應該 長來 撇除了 擁有 社會 這個機制下的 動力思想 例如 在 《中國文化審議》 《論壹明》 會提到 在這個社會機制下 我們會 中人民兵信 去用人類 例子 比較 統治的思想 去維持社會秩序 如果 這個社會機制下 我和我媽媽 或者我妹妹 是否應該 用我們自己 僅存的人類 去 搞成 行為 任何 都好 我們決定 人類的下部 我自己是這樣 好 我們複述一次 因為有些聽眾 就說 來電的收音 這麼旺好 可能都是我們技術問題 始終我們 有限課仔 所以我們主持 複述一次 剛才的問題 基本上 比特 這個問題 最核心的問題 就是 我會說 究竟 他比較欺騙我們 就是如果 在世界上 假設只有最後兩個人 例如 是我和我媽媽 才算 一般來說 你會覺得 凡顯人類 人類的凡顯是重要的 在這個時候 我是否應該 和我 娘 發生這個式行為 發生不夠 是發生足夠 多和準確的性行為 使得我們可以 凡顯下一代 其一 甚至是換了她的妹 行不行 以至於最後 就問 譬如 我們社會有一定的規範 譬如 如果用中國傳統來講 就是用人類 以至用儒家思想 那這個時候 我們是否應該 用人意來規範我們 我一叫我們應該怎麼做的時候 我們是否應該用人的意志 去克服人意 而對我們的 所謂 制爪 或者宰濟 而接著 去突破自己 讓自己投身於 投奔的路海 和我妹妹發生性行為 以救回人類的族群 的下一代呢 我覺得這個問題 可以分兩重去想 第一 就是 其實剛才這個問題 是預設了一件事 這個也常識 就是預設了 亂論是不對的 先是 我們常識 會覺得亂論是不對的 而剛才 這位讀者的問題 其實就是想說 亂論這件事 雖然不對 但在某些非常時期 可否有非常手法呢 為了要挽救人類的將來 可否做這件事 這個考慮 是否足夠去 去超越這個 我們平時覺得不對的事情 所以這裏其實有兩步 一步就是亂論不對 第二步就是想 究竟那個人類存続 是否一個足夠大的考慮 去做這件事 令它對 我覺得其實可以先說第一個 究竟亂論是否真的不對 為什麼我們會覺得亂論不對呢 其實這個問題會比相當中複雜 我們平時下意識會覺得 跟家人是不可以有性關係的 但是為什麼呢 你們有沒有什麼想法 為什麼 我想問你 比特 你自己 如果問你 你覺得亂論為什麼不對呢 我想聽聽你們說的 沒有問題 你們有沒有什麼 沒有問題 出版 最直接就是會生 很容易製造了一些傾胎 而那些傾胎是會受到痛苦的 那些痛苦是不好的 所以就是不適合 最直接的答案 這當然是一個合理的考慮 不知道有沒有其他 但可以先說這個 如果你認為不適合 原因是因為會令到生出來的傾胎失法 當然整個家庭都會失法 而如果搬回剛才那個案子 要不我們就假設牠生出來的傾胎是沒事的 你當阿當夏娃那樣 他們都是兩個這樣生出來的 整個人類 如果照個故事都是這樣生出來的 如果按正經故事 所有動物都會有 因為曾經有一個大洪水 每一人只有一批動物可以上船 所以所有都是僵親伴直的 船真的很大 所以其實四海之內加兄弟是真的 不過同時 所以在街上跟人家沒有那麼容易 因為全部都是兄弟來的 所以現在問題就是 究竟我們考不考慮 如果我們當作生出來 是沒有任何異常的 那還有沒有問題呢? 其實我會傾向沒有 坦白說 但事實不是這樣 事實 這個太假設了 所以我想回到其實它的例子一樣 你的例子是說 你和你妹妹或者你媽媽 發生性行為去延續人類的事情 這個問題有點奇怪 是因為 第一就是很容易做不到這件事情 你和你媽媽發生性行為 結果生出來的一個傾胎 其實是滿足不到你一開始的目標 但我覺得很多人會覺得 假如是 就算可能他們的科技唱名 讓你生出來的那個肯定是沒有問題的 那麼他們仍然會覺得 都是不好的 就是跟媽媽一樣 所以我覺得 的確是要回去討論 亂論有沒有問題 先的 因為如果亂論沒有問題的話 其實整個個案子 就不需要考慮 就是如果他覺得 亂論沒有問題的話 而延續人類的下一代是重要的話 那就是做 那我的底塊是這樣的 我覺得很快的回應就是 第一 如果你覺得 一般人覺得亂論的問題 是不可以 是在於會生乞胎的話 就是顯示了什麼 顯示亂論本身沒有問題 因為亂論的定義 只不過是乳親人發生成為 而是生乞胎 再次乞胎 再次乞胎是有問題的 所以呢 就變成了 如果你有足夠的機會 使得生出來不是乞胎 因為其實簡單 就算不是亂論都可以生乞胎 所以只要控制到一個合理的範圍的話 亂論本身可以沒有問題的 可以是 尤其是 尤其是 如果有大家庭 有相關同意的話 亂論很多時候的問題 另一個原因 是在於 因為你是搞自己的女兒 是 或者搞自己的兒子 不要有性別歧視的話 那 問題就在於 因為小朋友 往往是信任 他的父母 同一時間 有沒有足夠的能力去獨立 思考 所以他會出事 因為你是利用了他 作為你使用的工具 但如果大家是一個 一個五十歲的叔叔 和一個七十歲的婆婆 但是沒有女兒關係 沒有女兒關係 如果他們互相有一個 同意 consens 而這樣做的時候 其實關係 如果他們又不會生肌胎 因為七十歲的媽媽 可能會不會生肌胎 其實可能沒有問題 所以 討論就是 如果你有consens 又不會生肌胎的時候 會不會亂論本身是沒有問題的呢 是的 剛才這個說法 其實就是一個 當然有些人用宗教角度 或者用宗教的價值 去說為什麼這些問題 但假設我們沒有信仰的話 其實剛才嚴肇這個說法 是一個很好的解釋 去說為什麼我們覺得亂論有問題 是因為亂論這種關係 通常如果是剛才說 就是母子 父女 這些 因為他們年紀更小 他們基本上很難拒絕 尤其是一個家庭 一個很親密的環境裡面 你對著你的父母 如果他對你有什麼 其實一個人是很難 繼續去抵抗 或者去保持自己自主 所以自主性其實就是 我們可以是一個原因去解釋 為什麼我們這麼多時候 會用法例去保障 是不可以有亂論的事情 當然你可能會再問 就算不是自主性也好 就算兩個年紀很大也好 我們好像總是會覺得 是很怪的 好像也不應該是這樣 其實這件事 在進化論上 都可以給予一些解釋 因為很簡單 其實就是 因為很明顯 就是兩個物種 如果他的基因太近 生出來的 有異常的機會是大的 所以進化論 它會令到你 人類或其他物種 你建立一個機制 是你會自然地 是傾向不同一些 和你很親密 或者很親近 或者很多 很相似的近親去交配 所以這個可能解釋了 為什麼我們覺得這件事這麼奇怪 因為我們真的有這個機制 但問題是有這個機制 不等於是 是錯的 最後就是 你怎麼看? 如果是這樣的回應 舉例可能會不會有問題 所以如果你真的覺得 煩興人類的下一代 那麼重要的時候 就 可以做 你怎麼看? 因為本身 如果我去答 我自己解釋 我解釋的問題的時候 我會覺得 究竟人類 就是 延續人類的種族 這個價值 是否靈界了 在我當時的自由 以前的上面 就是 我反而是回答 我 我不介意 人類種族 怎樣怎樣 因為當下 我和另外一個人 我決定 不選擇延續 是沒有錯的了 那 說回 聯論的問題上 我覺得 自己比較偏向於 中國人的思想 是 如果 有一個社會 機制底下 的 的時候 這個論不上 維持 是很重要的 所以 如果 論上 有 中國 有很多 不同的範疇 當然 有說到 兄弟 和父母 那樣 我覺得 不論和媽媽 和妹 或者姐姐 都不應該 除了 媽媽 和妹 姐姐 這個論上 關係 以外的事情 就是 亂論 從這個最基本的 論上關係 去維持 這個大的社會 接觸 但是當沒有了社會 這個第二章之下 就是 特別是 我們兩個 的時候 我就不會 覺得 亂論是一個問題 反而 我考慮的是 亂論之後 帶槍來 soundtrack的結果 就是 亂論 不等於 一定要 繁殖下一代 沒錯 就是 我可以 做出 我的避孕措施 我覺得 這件事的考慮 可以撇除 OK 不如我們 因為時間有限 今天就完 要再接多 起碼一個聽眾 不如 我們很快 回應你 然後再想一下 好嗎 再談一下 我們 好嗎 我們回應最後 詛問你 我兩點 第一點 就是你提到 其實你根本不關心 人類延續 人類延續 人類延續是有什麼價值 這當然是一個自學問題 反過來 人類滅絕了 究竟有什麼不好 這是一個自學問題 其實似乎你覺得 根本沒有特別的好 所以 其實你要發生性行為的 對象 是不是你媽媽 還是你妹妹 一個很不喜歡的人 是沒有所謂的 因為你根本就不在乎 人類延續 因為現在人類延續 是一個理由 你去做 成行為 但是你根本就不 認識那個理由 覺得不在乎 或者不是有任何價值 的人類延續 所以 那些對象就變得不重要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因為你提到一些 比較中國文化的想法 其實我剛才也想說 就是 究竟亂倫有什麼錯 我想 剛才說過 就是可能生K胎 可能是有強迫 那有沒有可能 又不強迫 又不生K胎 原論也有問題 其實你提到的 那些所謂中國文化的想法 我覺得有一點可以回應到你的 就是 即使你 只剩下你和你媽媽 你沒有所謂的倫常 但是其實你和他也是兩者 也需要有群體生活的 我想中國文化 儒家文化比較最核心的 就是覺得 當我們有群體生活的時候 我們是需要一些位置 一些角色 一些身份 去令我們知道應該怎麼做 或者那些身份 和那些做的 其實是互相提供的 什麼為止 一個媽媽 就是要養育她的兒子 那個人 君君臣臣 伏伏指指 所以 我想說 最主要是 其實回到名字 就可以知道 他為什麼有問題 其中一種 覺得他有問題 就不是K胎 不是 Consense 而是他搞亂了 那個秩序 令到你不知怎樣和人相處 令到你不知對方是誰 我應該怎樣對他 所以 用這個Case 即使只剩下你兩個 其實你和他發生了性行為之後 都會搞亂了 即使只剩下你兩個 沒有其他 孔子從來沒有出過世 可能是這樣 但他都會覺得你搞亂了 因為如果剩下兩個 一開始我不和我媽媽發生性行為 我知道她是媽媽 我知道自己應該怎樣對她 她又知道我是誰 她要怎樣對我 所以我和他發生了一些性行為 搞亂了這件事 令到沒有了一個秩序 我想這就是最後一種 比較 儒家文化會想亂領的問題 所以 所以專門的回應我 很快心來就是 不會說 因為世界只有兩個人 就不會有亂領的問題 因為剛才比特似乎有這個 說法 只剩下兩個人 好像沒有了社會的規範 似乎沒有了亂領的問題 但不是的 因為他仍然是你媽媽 你仍然是他兒子 於是仍然有媽媽 負上你媽媽的責任 子應該是自己的責任 而你剛才仍然是有亂領的問題 按專門的說法 那我給我最後一個回應 就是 可能用中國儒家 或某一個文化的立場 可能是有某一個看法的 但我只是想說一個 一個項目 我不深入討論 我建議在考慮的問題上 出發點不需要說 我們是中國人 於是 用中國的文化來看 就怎樣 因為我們要問一個問題 就是那個文化有這個看法 是否合理 所以我們就要問 如果中國的儒家看法 真的覺得這樣是亂領 而且是不給的 不肯定是否 可以談的 儒家怎麼理解 假設儒家真的應該這樣理解 是說原來是不給的 我們就可以問 這個這樣的不給 是否合理 這個不合理 就似乎不能夠單單 就是從我們中國人 或者中國文化下面說的 因為我們仍然是 如果不是這樣的時候 所有文化都不會做錯 但是很明顯覺得 我們是會搞錯的 譬如 我們會覺得 美國那時候 是黑人都可以做奴隸的 是有問題的 我們可以批評他覺得有問題的時候 就是因為他們的制度 即是他們的文化 會有不合理之處 所以 我的建議是 當然可以用儒家文化想的問題 但是不要忘記儒家 給我們一些原因 去想想那樣是否合理 如果他是不合理的話 不可以 因為我們中國人 相信儒家文化就停了 我們還要問一步 我們是否應該接受 他有沒有道理可以 大概的回應是這樣 比特彪我們今晚談到這裏 好嗎? 因為就要答一下吧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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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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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始夜深了 應該有不少失誘 讀書也好些 如果要上班 明天還要開班 應該要接多一個兩個 一或者兩個 我們有戰鬥力的 看看大家如何 如果大家開始眼睡 那就先睡吧 但是不要忘記 我們是可以在節目草溫的 記得不是想買KV的 KVBuddy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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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們這個 屠獨Buddy在 好嗎? 記得想幫我們去專業 Facebook 喂 Hello Hello 我叫雞雞 雞雞 雞雞 雞雞你好 好 我是雞雞 我想 我今次打來 多一些身份的態度 我想抛一個問題 或者一個題目 大家可以考慮一下 好 其實就是科學和藝科學 我想考慮一下 是 其實我發覺 好像主流 不知道你們是怎麼看的 我發覺很多人想藝科學 就是帶有貶義 就是覺得科學 是有點正面 說真的科學 就是帶有貶義 我自己覺得不是 在這裏呢 我就帶出這個問題 他叫兩者是平等的 我個人的看法 就是覺得兩者是平等的 原因是 我認為這兩種 無奈亞科學的藝科學 其實都是對於某一種 某一種理論的解釋方法 它只是解釋方法不同 那些人覺得這種藝科學 是叫做科學 那種叫做藝科學 很多時候 很多時候我覺得 可能是主流價值 或者多數小數有關係 最出名的 我覺得給我例子 就是 可能 講了很久的演化論 以及ID 自切論 很多 例如講演化論 或者 不是在這場辯論中的人 會覺得 自切論 會比較像藝科學的 然後演化論 會比較像是科學的東西 實際上 然後他就會帶很多批評 覺得可能帶一些宗教的精彩 實際上 我可能 會不會是 對於某一種 人類進化人的演化過程的 不同的解釋方法 那如果真的 這樣看的話 不像是平等的 他沒有合遇錯 這個是我想帶出去的第一個問題 或者你可以講難度一點 我很快 因為我對方不是很認識的 那我很快先講一講 就是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 我聽的時候 我覺得好像有一點搞錯了 偽科和非科學 嗯 我想問這個 第一 我問你一個問題 你覺得說謊有什麼問題 說謊有什麼問題 是的 我的點子就是 你不是科學 不是科學是沒有問題的 當然有些再極端一點 就覺得有問題 當那些壞人是偽科學有問題的 那些人 其實未必是科學至上 即未必覺得非科學是有問題的 但我想 偽科學和非科學 最關鍵就是 偽科學他們覺得 是說謊 即是 pretend to be 是一個科學的研究 所以 他的問題 不是在於 他浪 是科學的那麼簡單 而他假裝是科學 我想這個是偽科學的其中一個問題 正如一些人經常說 就是 星座風水 其實是一種統計學 對 這種說法 那他就因為 其實呢 如果你問讀統計學的人 就會說 其實他們不是統計學 或者沒有統計學寫錯 但是他們就會 宣稱自己是統計學 而統計學是一個很重要的科學 於是 按專門的說法 其中一個重要 他們有問題 或者值得批評的地方 就是 不要理他們的解析框架 才算 而他們假裝是科學 其實他們不是這樣 所以其實 我喜歡 真的嗎 真的嗎 我很開心 我第一次有了觀眾 說我喜歡 這首歌我只是等了很久 真的 我再加一個例子 就是因為 還想看 我講一個 就是 我去做 我下一個問題 下一個問題 但是如何分辨 其中一個是科學 就是提倉的 其中一個科學 他們很多時候 有一個必要的條件 不是充分別 其中一個必要的條件 就是 可證偽性 或者 可證偽性 就是 可不可以 就是有沒有一個存在 一個觀察方法 去 證明這個東西是真 還是假 就是迫指它是錯的 但是我們可以證明它是錯的 那它 是一個理論 它都是屬於科學的理論 它這個是 很多科學的人會說 那如果不存在的話 那它可能就是一個偽科學 那 那 其實這個問題 我有想過 就是說 會不會其實 很多時候 存不存在一個觀察的方法 會不會受限於我們人類社會發展呢 就是 你明白 科學其實 它會有對錯嘛 就是它可能 對的時候 都是適合於我們現在人類社會的狀況 就是 起碼是這段時間 對 就是如果你擺在藝科學的情況之下 其實 你會向外套看 它會不會是受限於我們現在的科技發展呢 會不會是 望遠鏡 我們就去到一個很強的地步 令到我們不存在一個觀察的方法 所以 有些人會叫它藝科學 但其實它都是一種解釋現象的方法 它不應該被界定為非科學 其實它就說 我覺得這樣看會不會是 這樣看會不會是好一點呢 我先說一件事 就是 我怕屯眾未必跟得到 就是 因為 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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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鹅都是白色的 这是可证毅的 因为只要我们想尽有什么可能的经验 这个说法 这个理论是会错的 如果有一个这样的可能的经验 我们就说这个 theory 是forcifiable 是可证毅的 很明显有这样的经验 如果我们想尽到我们观察了一只天鹅 它是黑色的 这个不是一个经验 使得刚才的说法 就是所有天鹅都是白色的 这个说法是错的 所以这个说法是可证毅的 那有什么不可证毅呢 其中一个很出名的例子 就是圣经才算 有些人说圣经是不可证毅的 为什么呢 有个说法是这样的 什么为止 什么为止 为什么圣经说的东西是对的 因为神说的 不是的 有什么不可证毅 你个例子 应该这么说的 刚才说的 刚才年叔说的就是 其实我们可以有一个测试 去测试一下一些说法 它本身是否一个科学的说法 当然你说它是科学说法 不等于它是对的 就是科学说法也是错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先分清楚 一个说法 它是科学的说法 还是不是科学说法 和它是对的说法 还是错的说法 不是同样的 就是有很多历史上 很多推翻了的科学理论 它也是科学 但是它是错的 所以这个就没问题的 但是刚才那个测试 是怎么运作的呢 就是如果我们想测试这个说法 它是不是科学的说法 它是不是属于科学的说法 那我们就可以想一下 我们找到什么经验的证据 是可以推翻它的 那如果我们想象得到 你记住是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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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记住刚才是想象这个说法 不是 就是如果我们想象到 我们假如找到一些东西 是可以推翻它 那它本身这一套理论 就是属于科学反求 就是它是一种科学来的 但是只不过它可能是错的 有时候可能是对 有时候可能是错的 所以现在就是 刚才言通就说了 例如天鹅 所有天鹅都是白色的 那我们只要想象一下 假如我们去不断找 虽然我们未必看得到 这个世界每一个地方 但是假如我们想象 我们可以去完 那我们就应该会知道 是否找到一只黑色天鹅 那如果找到怪 那我们就知道 如果假如找到一只黑色天鹅 那这个说法就错了 那当然我们实际上 只是坐在那里 那我们不需要真的出去找 只需要我们想象 黑色天鹅 就是对于 所有天鹅都是白色 这个说法的一个推翻 但是它是有这种东西 是有可能推翻到它 那这个说法已经是可以被证毅 同时也是它在科学范畴里面的说法 而反过来 有什么说法 是我们想象不到有东西可以推翻它 例如 假如我说 例如我说 所以你按键 他们就开始说烂笑话 大家就觉得冷 但是有一个特点 这个人 看他呢? 是的 这个人是你看不到他的 你拍不到他的 你探测不到他的 你的热能探测也探测不到他的 总之他这个人就是很奇怪 他就在冷戏机里面 但是你没有办法探测到他的 如果我这个说法 是觉得有这样的人 而你可以想象一下 你可以试想想一下 我们找到什么证据 是可以证明到他不存在呢? 你可以找到什么 证明他不存在呢? 因为他是本身 by detonation 就是不能被我们经验观察到的 所以自然没有那么可爱的经验 使得刚才我说的大错 所以在这个角度来说 这个刚才我说的 就不是forsifiable 于是在刚才我说的 就不愧是科学理论的一部分 不是科学理论 是的 你可以回到刚才你的疑问 就是 会不会是我们人类科学 未够昌明 所以我们的那些探测手段 未去到先进 所以有些东西我们探测不了 但是可能 之后过多一百年探测到 他就会变成科学 这个问题就是 如果你回到我们刚才一路强调 想象 想象是找到证据 推翻他这个位置 你就会知道 这个问题就是 如果那个东西 他by definition 或者他本身就是一个很模糊的说法 模糊到你都不知道 找到什么证据 他可以证明他存在或者不存在的话 那你无论科学如何发展 都不影响他不是科学这个事实 反过来说 有些说法 是 假如他本身是想象得到 可以找证据去推翻 就算我们现在探测不了 他一样是科学 例如 例如我说 例如我说 水星的背面 其实是可能有很多鑽石 不过现在因为我们 继续看得到 所以看不到 它背后 是不是有很多鑽石 又假设我们现在没有足够的探测 非太空航行的科技 是的 之后我们就可以去到水星的背面 是的 所以当我说水星那里有很多鑽石 这个说法 无论我们现在有没有 有没有这样的太空船 有没有这样的卫星 有没有这样的东西 去探测它也好 它也是一个科学的说法 就是它属于一种科学的说法 原因就是因为 我们可以想象到 假如我们是可以飞到后面看的 假如我们是可以带到仪器过去看 我们就可以看到那里有没有 所以我们就是可以想象到 有一个经验 使得那个理论是错的 那个说法是错的 即使现在科技上不可行也好 只要想象到 理论上有一个经验 是可以做到这个效果 我们最基本会说 那个说法是可正义的 是的 于是那个说法 大力多是一个科学的说法 是的 是一个科学理论 所以你就这样 我想补充多一个 就是不单止是 有时候科技上是不能正义的 有些因为是真的科学理论 地球是圆的 就是因为它是真实 就是它是真实 所以好像不能复制它 因为地球真的是圆 你说地球是圆 那么我这个说法 就是变成不能复制 那就变成了不是科学理论 所以就不是说 是说你能不能想象到一个经验 是可以forsify 所以我知道想象地球是平的 你想象到的 所以地球是圆的 就是实际上是否forsify 因为实际上不可能有一个 看到地球是圆的经验 你怎么看也是圆的 那你做黑 就forsify不到 那就不是这个意思 是的 因为我们想象到这个经验 那怎么看呢 鸡鸡鸡你对于这个说法 但是如果是这样 整件事我就觉得好过不过 因为它取决于你的想象 那你知道每个人的想象力不同 就是可能对于我来说 我完全想象到 可能未来过后一百年是怎么样的 但是可能以后我再说一些 可能是一个例子 但是对于你来说 我这一套理论 我对于未来这种想法 是你想象不到的 那么对于科学的评论很蒙古 就是 你 你 有没有可能是很清晰的话 是 因为想象能力本身一件 是没有一个scale 但是如果你要分得很清楚 科学 这个是科学 这个是藝科学 这个是非科学 我认为那条很清楚的就是什么 但是如果是单纯 是depends on 想象能力的话 会不会似得可证益性 这件事是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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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喜欢你这回应 就正如你很喜欢刚才的回应一样 但是我的看法 我想clarify清楚我说的东西 就是我们说想象 虽然我们想象这个字 但我们不是说 我们有没有能力想象到 我们是说理论上 有没有一个这样的可能经验 所以即使我们人类群族是很废的 整个人类群族 是没有足够的想象力 所以想象力很差 但是有没有机会拥有一个这样的经验 就是我们是和我们的想象力无关的 即使我们想象不到 但是那个经验是可能存在 或者是理论上可能存在 理论上可能存在的话 就已经足够了 所以就不需要取决于我们主观的想象力 而是在客观上有没有这个 否证是否我理论是错的 这个经验的可能 不过今天差不多了 因为我们又是 可能差不多一个月 或者还有一个 所以不如说到这里 好吗? 鸡鸡 希望和我们可以谈到一些事情 谢谢 很喜欢你们 很喜欢你们 打来的 好啊 好啊 我也很喜欢你这个回应 真的 你下次再打来吧 好 多谢鸡鸡 拜拜 再见 再见 刚才说到这个冷笑话 刚才那个冷笑话的人 我说了一个就是 你打冷笑话 我不行的 但是我想告诉大家 我们身边的一个诸民 曾经在某一个大学 他特别大学的时候 拿过书院的冷笑话比赛冠军 所以其实是可以的 所以中大那么冷 是因为你 是啊 我经常说话 怪不得 所以地球暖化是要靠我的 说多这些笑话就可以了 没牵起 但是那个地球冷了 真的没牵起了 没牵起了 热血化人之后 over or 热了 社企为人 就是用律师来说 entropy over or 增加了 不过有没有教练 好了 最后一个是吧 好 最后最后最后一个 今晚最后 是吧 谁是最后一位的慶重呢 这么晚都还没睡 会不会已经等到睡着了呢 他已经 在这里 喂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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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称呼啊 叫什么名字 邪钉横辉 什么啊 你的名字太厉害 再来一次 邪钉横辉 邪钉横辉 邪钉 邪实有些朋友 邪钉什么 横辉 横辉 是的 邪钉是不是真的打麻将那只生童 邪钉 对啊 追击8月15的月光 我认识 8月15的月光 我认识 8月15的月光 我认识 鄭忠基 是吗 踏上了结婚就是这一套 神经 你又知道人家 是港产片 邪钉横辉 哦 好 他猜不到有人会用 阿莎姐也猜不到这一套的人 我猜他是否明白 我猜 怎么样 你有什么问题想我们讨论的 我想问一下 如果一个人做一些坏事 但是为了一个更好的目的 那到底 就是 成就一件更好的事 那到底这个行为是对不对 还有更好的事 有没有一个客观要求 好 这个是很大的问题 而且这个当中 也牵涉到几个问题 很明显是 是的 第一就是究竟 最大的问题就是 对与错 客观都准了 这一段时间谈 第二个问题就是 一开始开始那个 就是究竟我们有没有 我们应不应该 用不容许 为了一些更高顺的目标 去做一些差的事情呢 就是 或者我使用一句英文的说法 就是 In a sense of answer justify means 就是如果 如果有些好的事情的时候 可不可以 中间有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 即是回答到一些不好的效果 或者坏的效果呢 好了 那大家怎么看呢 今天还有一个问题 不如问一下邪正环徽 你本身 有没有说有什么 事件 或者有什么 看到什么 令你特别 就是 那么想问这个问题呢 就是纯粹好奇事 而已 没有啊 因为 我以为你经常有很多人生的困惑嘛 有很多抉择 好像是 可能你为了很多高尚目标 例如尤其是人类繁衍 那些事呢 就为了更多人类制造出来 就做了很多 邪恶律事 可能是这样的嘛 邪钉原来是这样的意思 是的 所以他将自己的邪钉就横徽了 打横徽就是邪钉 就是有机会 原来邪钉是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就是会不会有这些 你试过有没有一些 就是因为我看这些英雄片 多数都是这个概念 哦 就是这样 是的 但是推到一个最极端的层面 如果要杀人呢 那这个行为 还是对的呢 哦 就是那些英雄为了救他的城市 杀到某些人 行不行 就是这个 就是其中一个例子 但是 Pinford Rosen有这个 很极端的 就是要杀很多人 但是 这些是一件错事 但是 效果可能是 为了一个地球 但是 是的 好 你们有没有什么想说 因为 鸿恩是一个伦理学专家 我不敢说 是的 真的不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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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不敢说真的吗 真的不敢说真的 真的不敢说真的 你要牵什么去呢 一下子自己冲着 是的 不好意思 是的 我没有听过自己是自学专家 对 不好意思 你是不是有这个 哈哈 不是 我想你这个问题 是一个很万年的伦理学问题 长期都很想 越近 越近 正所谓 越干又越近 今晚一定有妖精 什么 越近 接学的越近 很简单 是的 我想你说的这个 你肯定也听过 那些很常见的 Thorning problem 就是电车难题 那些 是的 其实是同一类问题 有没有电车难题 嗯 我猜可以试试 我猜 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就是 其实人类的 我们的道德直觉 很多时候 不是那么清楚 究竟 究竟 我们是做了什么道德考虑 但是我们可以试试用不同的 situation的考虑 去显示 其实我们有不同的 conciliation和不同的因素 是弊的角色的 所以 举一个例 我猜很清楚 有些案子里 我们觉得 是可以这样做的 比如说 如果 如果 杀一个人 比如说 要你杀一个普通平民 可以救到一百万个人 就是整个城市的人 我猜 可能都会接受 嗯 我猜邪钉还回你会接受 是吧 立即还回 立即还回 所以在这些案子里 在这些案子里 似乎 最终 为了一些更加大的线 就是救了一百万人 你会立即还回你的邪钉 去救 他宁愿起床 你可能做的时候很不开心 但你仍然会去 将你用你的邪钉去 一死 一带钉一挥 但是 都不是很长的 我觉得这么听到 你知道是正钉 不是 不是正赤令分界的 这是哲学问题 这是真的 所以 第一个情况 就是显示了 我们有时容许 我们会 结果 结果 就是做一些不好的事 但我们有些案子 似乎 譬如 一个很出名的例子 如果刚好有五个病人在医院 各自的心肝脾肺神 都刚刚去到末期了 再不够 这两天 就是 他们的 都是邪钉还挥 要钉了 如果钉的时候 那怎么办 那我们不如这样 刚好门口 现在在沙漠和医院 刚好只有一个路过 一个月也不经过一个人 不如见到健康的人 就捉了他进去 可以 就扮认他做身体检查 对 扮认他做身体检查 其实都是想邪钉还挥他的 然后呢 邪钉还挥他之后 就拿着心肝脾肺神 就刚刚够了那五个病人 那这时候 照他也是一个更 某个意义的更大的线 是 可以够了五个人 是 但是似乎 你会觉得好不容易 但是客观事实就是 不知道够了这五个人 是不是一件好事 如果是呢 我们先当一下 当他们正性常常的 没有说是那些大财 甚至可以当是 那五个人是好人 是五个superhero 就是会做好人 五个海恩之坛 是的 可以三个臭皮象 都一样猪狗狗狗狗 就是在这些位置很适合 是的 因为如果这个案子 我们这样理解 就会变成像 那个杀的人 救很多人 因为后果很好 是的 但是五个正常人 加一个正常人 就是用杀一个正常人 够五个正常人 这样 嗯 那对你来说 邪针麻辉你说很难选 是的 因为某程度上 如果那五个都是普通人 那就不是一些greater good 我觉得 但是 就是不够大 就是不够great 是的 但是 为什么不是greater good 呢 因为数字上 是五个对一个 嗯 因为你不够 它就五个死 就是现在很简单 就是五个死 就是一个死 那为什么 要牵涉到 它的身份 才是greater good 甚至 用明白的案子 如果一些建车难题 经常出现一个情况 就是有辆建车 会车死 举例 车死 20个人才算 你会不会 如果在电台上 有个肥佬 你推他下去呢 看着我要什么 不就是 看着我要什么 要够肥 推他下去 可以继续有鬼电车 是 这样搞到 就可以救回那20个人了 你会不会把肥佬下去 我想 我未必 未必 是吧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 有些事情发生 它就会发生 我觉得 嗯 我试试说 有些智慧家 不如说 因为有些智慧家 会调转说 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做一些事情 有时候 考虑的是 那些事情的 效果 的 所以 如果我们救了够多人 或者为了够大的善 似乎 可以做少少 犧牲 或者有些恶 他们会成就更大的善 但是 有些时候 我又会觉得不行 可能 有些人会觉得 那个肥佬 是有生存的权利 所以 如果他有权利 我们就没有权 去充满他的权 举个例 举个例 这些说法下面 就使得 我们有时候 第二种考虑 在我们的道德讨论 里面的关系 就是 究竟某一个人 他对于这个 有没有权 如果有权 就是无论的后果 是几个好也好 似乎也不可以侵犯他的权利 所以 有时候 之前讲的医院的案例 为什么有些人会说 我们不应该抓那个人 去救那五个病人呢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 我们充满了他身处的权利 有些情况是这样的 嗯 那么 我想指出的 就是我想呢 陈丁玉的问题 是非常好的问题 但是 我只想指出的是 现在治学的讨论 就正是讨论 我们究竟如何处理 如果你说有个理论 永远都可以容许 好些的后果 就无论做什么 无论做什么 做什么 恶事坏事都可以 恶事都可以 那似乎不是的 因为有时候 我们讨论 例如 writer 权利 或者有些解释 永远都不觉得 可能有一些 这些是考虑的 但是同一时间 有时候 如果那个后果是够大事 我又觉得 可能可以生一些东西 嗯 所以呢 只有这么说 我们的道德直觉 其实是两件都要考虑的 譬如权利 或者有些不能如意的界线等等 以及后果都考虑的 于是很多时候 我们的治学讨论就复杂了 也许是 其中一些理论错了 就是有些是不需要考虑的 譬如不需要考虑的 consequence 康德就会这样觉得 又或者 不需要考虑权利 或者一些不可如意的界线 所谓的 这个功利主义 或者效益主义 就是会这么说的 但是呢 有时候呢 我们就会尝试去想一个办法 找一些principle 是可以cater了两种的 就是有没有办法 又有些时候要考虑 consequence 又考虑 譬如一些包园解释的权利呢 这样就会形成一些很複雜的就理论了 那时候呢 就 不是 其实不是很难的 你一定是学得懂的 不过只是我想说 今晚你必讨论不到 我只是想辞出一个问题 有一个复杂的情况 所以你会这样的 很正常 但是 往往就是有些理论 是可以尝试 cater你这些的 有些人普通知我家 是在做一些的 所以就会这样的感情 我想补充 最后一点的就是 我觉得你一开始 这个问题有点麻烦 就是 你一开始已经说 我做一些错的事情 去成为一些高尚的目的 这样行不行 但是你的问题已经说 那个行动是错的 所以 这个问题应该是说 犧牲某些东西 做一个更好的目的 这样行不行 那问这个问题 就会正常一些 可以问得更好 因为你一开始就说它是错的 其实已经答给你自己 因为 譬如他讲的考译者 他就说 如果你杀一个人够五个人 那是可以的 因为你五个多一个 所以你本身杀他的行为 就已经不会说是错事 是一件正确的事 所以 所以你一开始 你的问题已经 承认了它是错的 是不问得那么好的 最后一点 我想提醒 我 我 多谢你 不要多谢 我最后有一个 因为这个讨论 其实是和 有一个值得你想想的点 我说完这就结尾了 好吗 好 其中一个点是什么呢 就是 如果你为了一些好些事 迫着要做到一些坏事的时候 其实 哲学家还觉得 有一样东西是关系的 就是你做到一些坏事的时候 你是不是有意识地 令到那些坏事出现 嗯 这个 你究竟有没有意识 譬如 你只是 Aim at 做好事 但是 接着 你复制到一些坏的 或许致 你都会 Aim at 坏事出现 是会不同的 你究竟怎样看这件事 还有你可否可思 可能你只是想做好事 但是你不觉得 原来呢 可思不到原来那些坏的 但是如果知道呢 是 如果你知道你做这件好事 你必须要 不要说坏事 是的 就是牺牲 我明白了 所以有一种就是在讨论 这个是一个相关的因素 要考虑 就是究竟第一 我们是不是知道 就是你刚才说的 第二就是假设你可思到的 究竟你可思到之后 你算不算Aim at Brain above 用中文的就是 你算不算 有目的地 去令到那些坏的结果出现 有些人还会说 其实可以接受的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 你只是想做好的出现而已 但你不是有意识 令到那些坏的结果出现 于是就可以接受 这个有不同的则理论 他就说 那些坏的结果 就是一些side effect 而不是你的intention 的planning 的其中一个itle 他只是一个side effect 所以我想我不是 刚才我说的 加上这个因素 就是我不是想尝试 给你一个理论 我只是尝试说 就是有一些 我们其实可能不关事 但是我们忽略了的因素 如果你对这个问题有兴趣 可以想想 这个 是的 这个叫做doctrine of double effect 你可以上网查一下 那么 这个就是我给你一些资源 看看你可不可以再自己 可以想多一些的问题 可以看看相关的 好了 那多谢 多谢 多谢 多谢你问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也是 邪钉还挥 是的 邪钉还挥 希望你可以继续还挥你的邪钉 下次再挥一挥给我们看 也行 是的 不用不带走 不带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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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骗云赛 好了 那 好了 早晚 拜拜 邪生 好 好 那今晚又接听 哇很多 好像有十个有 那又没有 没有 不知听到多少个 不记得了 但是时光特别快 是的 但是真的 我的总结就是 不知道你今晚第一晚做得怎么样 哈哈 挺好玩的 但是我仍然 我第二晚做得比较顺 但是我仍然每次电话响的时候 我仍然有点紧张 因为不知道会问些什么问题 即直直其实真的有点难 是的 尤其是时间有限 你要在十分钟左右 就要处理你 那就是十分钟 不是 整天影片这样 历史会记住你 是的 很怕说错话 这样 把自己钉了尺肉 是的 怎算是说错了 就像张学友这样 每次达士 你都出了他 就是说错了 这个是历史图片 这个是历史图片 是的 我就不想这样 不要这样 是的 是的 所以我刚才想说 陈小春理论 每次最重要的 重点就是等待那一下 通常我心里会安心 但是你等待那一下 真的很似的 好 不管 怎么也好 好了 我们今晚就差不多了 预告一点 不如做一点预告 好 我们最近实不相瞒 好青年图读室 都挺精彩的 有大件事发生 正式启动 是的 有几个事情 第一 大家可以试下留意一下 我们刚刚今天 我们的page show 5点多钟 是吧 post了几张照片 是什么 有个人 好 痒痒痒痒痒 不知彈出来做什么 接着呢 我也觉得很奇怪 想打架 但是究竟那些人在做什么呢 大家可以猜猜一下 我可以预告给大家听 很快 每这几天都会陆陆续续 又越来越多迷连出现的 是的 在北的将来 几天之内 有些大事发生 是的 所以大家 值得大家默默留意 我们图读室的第一个动向 是的 第二个动向就是 就是我们有机会 就是之后 现在在讨论 在某些地方 我们会有机会开 course 大家密切留意我们的动向 是的 所以说想读字学 刚才那位朋友 没错了 想读字学 还有一个方法 就是在民间 尋找这个 学习的途径 高手在民间 高手在民间 因为其实想不到 其实我回到我家 我也是一个数字真 所以你不要见我 我居头发乱了 其实是很值得来听听的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我们先预告这两件事 差不多了 这个时候的直播 继续有 但是下一次就可能是我们 有谁来的呢 敬请密切期待 我们就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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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